第2801章 双人组队 难度加倍 或许是因为攻略人数增多的关系 有了张星辰的帮忙 俩人同时攻略副本 导致这个副本的难度加大 张星辰倒没什么感觉 毕竟他第一次进入这个副本 对此 发言权最大的是诺雪 在此之前的三年时间之内 他曾上百次的攻略时光之城 这一次 拥有最直观的感觉 就是副本内的怪物数量明显增多了很多 我之前一个人进来的时候 第一阶段的时间首位数量差不多只有这个一半 相当于多加一个人 难度直接提升了一倍 诺雪微微皱眉道 张星辰却是不以为意没事 有我在 我带你过这个副本 M 画 眼前 一道白色的光幕幻化而出 知道这是通往时光之城副本第二阶段挑战领域的传送通道 张星辰与诺雪二人便当即踏入光幕 视线一转 二人出现在一片黑暗之地 丁欢迎来到特殊副本时光之城 第二阶段挑战已开始 请在限定时间之内杀死所有时间之魔 完成挑战 随着系统提示落下 四面八方传来一阵低沉的嘶吼声 而这些声音的来源乃是一种形式豺狼 双眼散发着红光 呲牙咧嘴 看起来凶神恶煞的怪物 他们 就是第二阶段的挑战目标时间之魔 荣耀王者三级的怪物 相对于第一阶段的时间守卫 等级一下子提高了二级 再根据荣耀王者级的成长度 仅仅两个等级的提升 足以让这次对手的整体实力 迎来一个质的变化 而且 前面第一阶段所遇到的时间守卫 全部都是普通怪 而这一次 四面八方随处可见的时间之魔里面 还混杂了不少的首领级 数量方面 也远比第一阶段更多 密密麻麻的时间之魔 几乎遍布整个领域 仅仅只是一个阶段只差 难度的提升幅度 就这么大吗 至此 张星辰也终于能体会到 为什么三年来 诺雪尝试数百次 也没能通过 得了这个时光之城副本了 难度确实相对于一个人的时候 直接翻倍了 诺雪环视着四周 明显比以前自己一个人 攻略第二阶段的时候 多了太多太多的时间之魔 秀梅威处到我以为多一个帮手 能够减轻难度 张星辰原以为诺雪说这话的意思 是后悔带了她进来 导致副本难度反而加大 没想到 诺雪所担心的缺失 对不起 浪费了你两千年的时间 看着诺雪低着头 一副沮丧的样子 张星辰说道你这么确定 我们这次不会成功 不是不相信你的能力 诺雪看了眼张星辰 说道你不知道 这个副本每一个阶段的难度提升幅度 有多大 两个人 难度翻倍的话 后面的挑战 根本没办法完成的 因为这是一个被下了诅咒的副本 下了诅咒的副本 张星辰胡一道 什么意思 算了 暂时 张星辰也懒得去了解这个问题 当场信誓旦旦的对诺雪说道放心 我会帮你通过这个副本的 说吧 张星辰上前一步 提起神火箭 目视着周围遍地开花 同时也正对着自己虎视眈眈的时间之魔 自语道让我看看 你们有多大的能耐吧 似乎是接收到了 来自于张星辰的挑衅讯号 下一刻 那群时间之魔 发出令人后背发凉的嘶吼声 紧随其后 便铺天盖地地向着张星辰与诺雪二人冲锋而来 无尽的时间之魔 形成一股巨大的兽群 这阵仗 可谓是吞天灭地 然而 张星辰却是丝毫不慌 仗着一手金色亡灵风暴 与正处于待命状态下的骷髅兵团 直接对着那群时间之魔 展开反攻 杀 在张星辰的命令之下 骷髅战士冲锋陷阵 抵挡兽群 骷髅法师与骷髅射手 则是在后排隔着远距离 扶左前排的骷髅战士 对那些时间之魔展开射击 嗖嗖嗖嗖 轰轰轰 一道道利剑与法球 落射在那些时间之魔的身上 在他们头顶 爆开一片血红色的伤害 6,865 7,658 7,493 面对荣耀王者三级的时间之魔 骷髅们的输出降低了不少 而且这些时间之魔的血量 也远比时间守卫更高 高达28亿的血线 使得骷髅兵团的攻击 并无法对他们构成致命的威胁 平均45次攻击 才足以杀死一只时间之魔 面对如此规模的兽群 骷髅们这样的杀伤力 显然是远远不够 最主要的问题 还是骷髅的数量太少了 如果能够同时召唤一千 一万只骷髅 形成一波骷髅海 那可谓是所向披靡 天下无敌 这时 张星辰想到了妹妹张星月的天赋 天命魂体 借助天命魂体 张星月可以无限召唤亡灵战士 于是 张星辰拿出了张星月 给自己的那块金色令牌 发动令牌之力 哗哗哗哗 一道道白色的光芒 从令牌之内飞出 落在张星辰周身 幻化成一个个身披铠甲 手持长刀的亡灵战士 这些亡灵战士的等级 与天赋的主人张星月 保持同步 无双亡者十级 等级虽然低了点 不过实际上 张星月能拥有这样的等级 已经实属不易 毕竟现在这个阶段 普通玩家的平均等级 都才只有亡者六级左右 而张星月 无双亡者十级的等级 相对于正常玩家 已经高出了足足十四个等级 也仅仅只是相对于 时光之城里 这些荣耀亡者级的怪物来说 还不够高 与此同时 副本万 亡灵圣殿 正在城内闲得无聊 不知道干啥的张星月 突然察觉到 自己的亡灵军团 正在遭受调动 当即反应过来 哥哥在召唤亡灵军团 以他的实力 还需要利用 我的亡灵军团来帮忙 看来这次 他遇到的挑战 难度不低啊 张星月若有所思不行 我得想个办法 帮帮忙 张星月唯一能想到的 帮忙的手段 就是增强亡灵军团的强度 第2802章 亡灵军团 升级 通过天命魂体 召唤出来的 亡灵军团的强度与等级 直接与天父主人的等级挂钩 也就是说 唯一提高亡灵军团强度的办法 就是提高自身的等级 张星月看着自己现在的等级 无双亡者十级 从无双亡者级到荣耀亡者级 两者之间天差地别 张星月寻思道 如果能够现在突破到荣耀亡者级 我的亡灵军团整体实力强度倍增 一定能够帮到各个大忙 可是 只有三大阵营那边 才有职业导师 没有职业导师 领取不了转职任务 即便经验达到需求 也无法完成转职的 这个地方距离三大阵营的主城 又太远了 正当张星月有些苦涩之时 突然 一位身穿银甲 ID名为酷哥的骷髅队长 带领着一支骷髅巡逻小队 来到张星月的身边 队长骷髅以极为尊敬的语气 对张星月说道您好 尊敬的贵宾 诺雪护法临走之前 特意嘱咐我等 一定要对您十分关照 外边风大 请您一步护法大殿那边休息 看着这官微应该不小的骷髅队长 酷哥 意识到连他都要给诺雪效力 尊称诺雪为一身护法大人 张星月不由内心感慨 看来我的这位嫂子 身份还不低呢 正当此时 张星月仿佛突然间想到了什么 当即开口问道 酷哥对了 我问你一件事呗 酷哥敬请吩咐 你们这里 有没有职业导师 或者是可以转职的地方 有的 酷哥指着右前方 说到那边就有一座职业殿堂 会有我们王林族的大师 专门作为职业导师 听言 张星月一阵欣喜 真的吗 那太好了 你快带我过去 好的 与此同时 另一边 时光之城副本内 战斗如土如火 单靠骷髅兵团抵挡不住兽群 有了王林军团的帮忙 局势就好转了太多 因为张星月刻意将张星辰手中的这块 令牌召唤权限开到最大 使得张星辰通过这块令牌 所能够召唤出来的王林战士 数量扩增到无限大 意味着有多少王林战士 张星辰就能召唤出来多少 数量是足够了 可惜 由于这些王林战士都是无双王者级 虽然与荣耀王者三级的时间之魔 也仅仅只是相差了几个等级 但无双王者到荣耀王者 这两个大等级的跨度 导致双方之间的差距骤增 王林战士唯一的作用就是牵制兽群 而无法对他们构成威胁 不过能做到这一点 也就够了 趁此机会 张星辰带动着王林风暴 冲入兽群 面对荣耀王者三级的时间之魔 王林风暴的攻击 已经不足以对他们 直接构成一击秒杀的伤害 因为王林风暴的攻击伤害 最高在25亿 而时间之魔的血线 有28亿 已经超出了王林风暴的伤害线 只能是每两次攻击 才能解决掉一只时间之魔 无形中 也导致张星辰的杀怪效率 直接降低了一半 好在剑气爵这个金色技能 还是比较给力 一道剑气爵下来 35一家的AOE伤害 足以将攻击范围内的 所有时间之魔 全部秒杀 再利用王林风暴 随意杀死九只时间之魔 瞬间就能刷新剑气爵的CD 换个位置 一发剑气爵 又是一大波收割 然后再用王林风暴击杀 刷新技能CD 如此反复 另一边 诺雪意识配合着九天玄鸟 对场上的时间之魔 展开猎杀 王林战士的数量虽然多 但他们的用途 好像也真的 就只是充数 他们打不动时间之魔 反而时间之魔杀他们 简直轻而易举 眼见着场上的王林战士 接二连三地被时间之魔宰杀 张星辰不忍把妹妹 辛苦栽培起来的 王林军团给毁了 便准备使用令牌 将王林军团全部召回 正当此时 场上所有的王林战士身上 赫然都泛起一阵金光 紧随其后 他们身上的盔甲 赫然从银色变成了火红色 手中原本有些破损的长刀 也变成了锋利的钢刀 整体气势上涨 肉眼可见的 好像突然间提升了一个档次 此时 连洛雪都感到有些惊奇 那些王林战士怎么了 怎么感觉 他们 好像变得有点不一样了 你也发现了吗 张星辰看着那些王林战士 发现他们不仅仅是 外形上发生了变化 连内在的实力强度 也突然之间发生了 翻天地覆的变化 与时间之魔展开交锋 过程中 王林战士的伤害 明显增高了很多 原本 他们只能对时间之魔 造成几百万的伤害 而此刻 他们的伤害突然之间 就增长到了2000 3000 反观时间之魔 对于王林战士的伤害 也降低了很多 原本时间之魔两三下 就能干掉一只王林战士 他们对于王林战士 完全就属于是虐杀 就像张星辰虐杀他们一样 而现在 时间之魔的攻击 已经不足以对王林战士 造成比较致命的威胁 双方赫然已经呈现出一种 势均力敌的状态 突然呈现好几倍的实力提升 也让张星辰发现了 问题的关键所在 那就是 王林战士的等级发生了变化 王林战士的等级 并不会自主显示 需要通过探查术 才能看得出来 张星辰使用探查术 发现这些王林战士的等级 赫然轻一色 都达到了荣耀王者零级 要知道 前一秒 他们都还是无双王者师姐 所有的变化 都来自于等级的提升 从无双王者级 跃升到荣耀王者级 的确能够 让王林战士的实力强度 迎来一个质的飞升 看到王林战士的等级发生变化 张星辰也同步意识到 张星月肯定升级了 这个妹妹 从小就细心 即便是在副本外面 也要想方设法 给哥哥帮忙 第2803章 神火箭升级 荣耀王者零级的王林战士 与荣耀王者三级的时间之魔之间 还是具有一定的差距 不过这个差距 已经被张星月拉到最小 影响不大 再加上数量上的优势 导致王林军团已经达到 能够跟时间之魔面对面火拼的地步 意味着 即使张星辰与诺雪不出手 仅凭王林军团 也能对抗 解决得了这些时间之魔 当然 并没有这么做的必要 到最后王林军团的损伤 也会十分惨重 张星辰席卷着王林风暴 带动着骷髅兵团 配合王林军团一起杀敌 优先锁定那些首领级的时间之魔 进行击杀 M 张星辰避开普通的时间之魔 针对性地将首领级时间之魔搞定 再联合王林军团 对抗盛下来的时间之魔小兵 终于 是将所有的时间之魔都尽数斩杀 结束第二阶段的挑战之后 张星辰不由感叹 幸亏没带张星月 一起进来 否则副本难度直接翻三倍 那就更棘手了 丁恭喜你完成时光之城第二阶段挑战 当系统提示传落的这一刻 一道白色光幕出现在张星辰与诺雪二人面前 二人顺着光幕来到第三阶段挑战领域 毫无疑问 攻略难度再次倍增 这一次所面临的对手 直接上升到荣耀王者五级的时间收割者 并且 数量相对于前面第二阶段的时间之魔 这一阶段的时间 收割者数量 再次倍增 且首领及怪物的数量明显增加 甚至其中 还能看到boss及时间收割者的身影 一只荣耀王者五级的boss时间 收割者统领就注立在前方 张星辰优先锁定那只boss 展开攻击 张星辰的等级 虽然是荣耀王者五级 不过实际的实力水准 甚至远超荣耀王者十级 对付这荣耀王者五级的boss 还是比较轻松的 刷刷刷刷 手起见落 一个个三一架的伤害 打的那时间 收割者统领连连后退 顷刻之间 就直接将其斩杀 而后 再融入到大部队 与骷髅兵团 亡灵军团联手 配合诺雪 将剩下来的一些 虾兵蟹将 尽数斩杀 以张星辰的实力 虽然军可以做到 横扫千军 不过的确每上升一个阶段 挑战时间就增加了不少 并且 当挑战来到第四阶段的时候 以张星辰的伤害 赫然也无法做到 对其中的怪物 造成一击秒杀的效果 因为对手的等级 赫然已经来到荣耀王者八级 时间魔者 拥有高达四亿的血线 已经超出张星辰最大的伤害 三十五亿 无法对时间魔者 造成直接秒杀的伤害 所意味的问题 可就太大了 原本一剑 能解决的事情 现在变成两剑 也就意味着杀怪的效率 直接锐减一半 而原本一招剑气诀 就能解决一大波的怪物 现在一发剑气诀下去 均只能对手打残 对于张星辰来说 影响太大了 面对着四周 无穷无尽的时间魔者 张星辰难道看来 是时候再提升一波实力了 一旁 诺雪狐一道 怎么能够在极短的时间之内 快速提升实力 张星辰看了眼诺雪 说到释放潜能 释放潜能 诺雪自然是不理解 怎么释放潜能 张星辰亮起神火箭 神火箭目前的等级 为无双王者灵级 上一次提升神火箭 已经是很早之前 还在攻略桃源村的时候了 从那之后 张星辰便没有再升级过这件时装 主要是因为伤害够用 当前的这个伤害 就足以对现阶段所遇到的 任何一个敌人造成一击秒杀的效果 就没有必要再继续提升神火箭的等级 因此 神火箭也就一直停滞在 无双王者灵级 而时装的最大等级 是与装备者等级挂钩 以张星辰现在荣耀王者五级的等级 等同于神火箭的最高等级 也可以达到荣耀王者五级 只要是在熟练度达标的前提下 就可以获得升级 神火箭每次攻击命中敌人 均可以获得熟练度 从上一次提升到现在 期间早已积累了好几十万的熟练度 张星辰仅仅只是释放出 其中八成的熟练度 从无双王者灵级提升到了荣耀王者五级 并恭喜你的时装神火箭 升级到荣耀王者五级 已达到当前最高等级 请提升自身等级之后 再继续升级神火箭 当听到这条系统提示的时候 张星辰再次打开状态栏 正见得神火箭的武器攻击力加成效果 已经由原来的2800 跃升到现在的4500 从无双王者五级到荣耀王者五级 仅仅15个等级的提升 致使神火箭的攻击力加成 几乎是呈现倍数式的增长 而在神火箭的巨额加成之下 张星辰的攻击力 也明显获得了极大的提升 另外 还有浴火形态的增伤效果 也从500提升到800 这一刻 张星辰感觉到 自己体内一股强大的力量 正在燃烧 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去尝试一下 自己现在的杀伤力 于是 以周围随处可见的荣耀王者 八级时间魔者作为目标 手握神火箭 冲入敌群 锁定周身的一群时间魔者 华擦 手起剑落 金色 剑气绝 哗 一道强力的环形剑气 向着四面八方震慑开来 瞬间将周围 半径50码范围内的 十几个时间魔者尽数吞没 下一刻 一大片血红色的伤害 出现在那群时间魔者头顶 55亿 好家伙 相对于之前35亿的最高伤害 现在的伤害 一下子增长了两个亿 毫无疑问 那群拥有四亿血线的时间魔者 被张星辰当场秒杀 那种一击秒杀敌人的快感 又回来了 而且 这个伤害别说用来对付荣耀王者八级的怪物 哪怕是用来对付荣耀王者十级的怪物 也显然是绰绰有余 于是接下来 张星辰再次开始了杀戮 第2804章 第5阶段 时光之城副本 第4阶段 荣耀王者八级时间魔者 随着神火箭的升级 张星辰再次开始以一击秒杀的手段 对时间魔者进行虐杀 四面八方 所有试图接近过来的时间魔者 纷纷被斩杀在金色品质的亡灵风暴之下 再配合几乎无CD模式的剑气诀 可谓是秒天秒的秒空气 那些普通的时间魔者 压根不值一提 W 张星辰的注意力 主要放在了首领级 以及BOSS级的时间魔者身上 根据第4阶段的难度 几乎每十个时间魔者里面 就包含了一个首领级时间魔者 BOSS级时间魔者的刷新代率 高达1% 花花花花 席卷着亡灵风暴 张星辰一路横扫 手起见落 将所遇到的首领级与BOSS级时间魔者 一一斩杀 再配合诺雪 也是费了不小的力气 才终将是灭掉了所有的时间魔者 丁恭喜 你已完成时光之城第四阶段挑战 第五阶段挑战已开启 随着系统提示落下 张星辰看向一旁的诺雪 问道要不要休息一下 我还行 诺雪也看了眼张星辰 你呢 不行的话 我们就休息会儿 来人哪能说自己不行 连诺雪都说行 张星辰就更没理由说不行了 行 张星辰提起神火箭走 直接去下一层 于是 为做休整 二人当即通过眼前刷新出来的光幕 前往了第五阶段挑战领域 实现一转 当二人抵达一座巨大的火山谷时 诺雪的表情明显变得有些不对 周围 地面四处燃烧着火焰 仿佛令人置身火海 察觉到诺雪有些紧张的神情 张星辰也能明白 他是在担心什么 按照诺雪所说 他此前数百次的挑战 几乎每一次 都是败倒在这个第五阶段 因此对于这个 他挑战了数百次 也失败了数百次的第五阶段 已经产生了心理阴影 张星辰便看了眼诺雪 说道放心吧 有我在 吻过 说吧 张星辰手握神火箭 向着前方迈进 哗啦哗啦 持剑的前方 一片熊熊燃烧的火海之中 赫然站立起一个个浑身燃烧着火焰的人形怪物 他们 赫然乃是等级高达荣耀王者十级的时间吞噬者 作为荣耀王者这个等级领域的天花板 时间吞噬者所拥有的实力强度 远超前一阶段 荣耀王者八级的时间魔者 各方面数据 都是猛掌 而张星辰最看重的 只有一个数据 通过探查术或之时间吞噬者的气血 达到5亿 所幸 还处于张星辰的伤害以内 只要自身的平均伤害 足以覆盖对方的最大血线 这场战斗 对于张星辰而言 便不值一提 显而易见 这一次所面临的挑战 难度相对于上一阶段 再次呈现倍数式增长 放眼望去 几乎每四五只时间吞噬者里面 就能看到 一只首领级的时间吞噬者 远处 一片熊熊燃烧的火海之中 更是助力着三只身形 高达十几米 品级为BOSS级的时间吞噬者 三只BOSS同时出现的场景 史无前例 不过 张星辰并未表现出一丝的紧张 反而这种情景 对于他来说 似乎更具有挑战性 好 身旁的暗月白虎 发出低声咆哮 似乎 他也已经做好了 随时与主人一起战斗的准备 骷髅兵团更是叙事待发 气氛已经来到了这一步 张星辰便提起神火箭 发好施令 下一秒 暗月白虎行通大哥 引领着骷髅兵团与亡灵军团 朝着张星辰见风所指之处 发起冲锋 与此同时 对阵 在后阵三头BOSS的号令之下 无数的时间吞噬者 也朝着这边冲锋而来 双方当即陷入一场激战 诺雪似乎还没有从阴影中缓过神来 目光如斥地盯着前方 表情有些紧张 当然 诺雪的这种心情 能够理解 毕竟 在一个跌倒过几十数百次的地方 任何人 都会产生阴影 更何况 这时光之城第五阶段的挑战 的确是变态 眼下这种场面 若是换作一般玩家 只怕是早就已经被怪物吞没 压根就没有反抗的余地 张星辰也越发地产生一种疑惑 在时光之城这个副本里 已经跌倒了数百次 明知道这是一个仅凭一己之力 根本就不可能完成得了的任务 诺雪为什么还要如此执着 这个副本 到底是埋藏了什么特殊的秘密 跟诺雪接触了 也有一段时间了 根据张星辰对于他的了解 仅仅只是因为副本通关奖励的话 根本不足以让诺雪为此 而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 与精力 毕竟 时光之城副本每一次开启 都需要激活七颗时间之时 按照每一次开启时光之城 总计七千年的时间消耗来计算 诺雪失败一百次 单单时间方面 消耗就已经达到了七十万年 七十万年的时间 这是什么概念 纵使这个副本拥有再怎么价值连城的奖励 也不可能有这七十万年的时间珍贵吧 毕竟永恒世界里最珍贵的东西 就是时间 更别说 在通关副本之前 压根就不可能知道这个副本的通关奖励是什么 没有一点明确的目标 乃来的动力 除非 诺雪为的不是奖励 而是通关这个副本 于他而言 拥有某种特殊的意义 当然 张星辰也明白 眼下不是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所想要知道的答案 也必然会随着副本的通关 而揭晓 所以接下来 只需要全力以赴地帮助诺雪 通关这个副本就行 其余的 暂且不用考虑 张星辰看着前方正在相互拼杀的时间 吞噬着大军 与骷髅家亡灵军团 远处 三头时间吞噬着BOSS的身上 散发着红色的光环 似乎他们正在利用光环 来强化周身的这些时间吞噬着小怪 显然 优先解决他们 能够一定程度削弱整个怪群的力量 这是最为明智的选择 第2805章 蓝色品质 杀戮 正所谓 擒贼仙擒王 对方后阵 三只BOSS及时间吞噬者 正在不断地释放光环 来强化前方的友军 经过时间吞噬者统领的三重强化 这些时间吞噬者小兵的强度 都提高了一个档次 以那三只BOSS作为目标 只是 眼前太多的小怪拦路 张星辰压根没有接近时间吞噬者统领的机会 这时 张星辰看向身旁的诺雪剑里的玄鸟一用 诺雪还没反应过来 便见得张星辰 已然骑着九天玄鸟 从前方怪群上方飞跃而过 禁止抵达后阵 从玄鸟身上一跃而下 手持神火箭 只取那三头BOSS 荣耀王者时级的BOSS 强度不低 M 张星辰也是花了不小的力气 才将他们杀死 解决掉这三头BOSS之后 没有他们持续释放的强化光环 时间吞噬者的强度 一下子便锐减了不少 骷髅兵团与亡灵军团对付他们 也更加的轻松 不过 仅仅只是解决掉 这三头BOSS 还远远不够 张星辰刚杀掉这三头BOSS 下一秒 又有三头BOSS 从浴火中诞生 他们继续释放光环 来强化小弟们 张星辰便以这些BOSS为主 刷新一只BOSS 便杀一只 刷新两只 就杀一双 看到张星辰 如此拼尽全力地 帮助自己挑战这个副本 后方的诺雪 也努力克服了内心的恐惧 提起魔剑 冲入战场 亡灵风暴 通过伤害转化所带来的亡灵护盾 能够完美地保护张星辰 使得张星辰同时面对数只BOSS的围攻 也随时保持着绝对安全的状态 除了BOSS与首领怪出现的频率更高了之外 第五阶段内所遇到的怪物数量 也远超前面几个阶段 这里的怪物 就像是无穷无尽的一样 杀了一匹来一匹 杀了一群又来一群 他们能够在火焰中诞生 四面八方 大地之上所燃烧的火焰 仿佛就是他们源源不断的生命 不过张星辰也明白 他们并非真的无穷无尽 每杀死一群世间吞噬者 地上的火焰就会熄灭一点 意味着 当整座领域的火焰全部熄灭之时 便能够彻底消灭这片区域所有的怪物 于是 张星辰的任务 变成了灭火 灭杀BOSS之余 看到哪里火大 就往哪边杀 以绝对强大的实力 碾压这群荣耀王者十级的时间吞噬者 同时 也在诺雪面前 展现出了一个绝对无敌的姿态 看着曾经淹没自己数百次的对手 在张星辰面前 变得如此不堪一击 这一刻 诺雪眼中泛起一阵微光 曾经让张星辰帮助自己 通过这个副本 也只是 诺雪心中的一个梦 她没想到这个梦 居然真的能有实现的这一天 她甚至不知道 自己该如何去感激张星辰 前方 在张星辰的大肆屠戮之下 一只又一只BOSS 及时间吞噬者 相继殒命 直至他们不再刷新之时 张星辰发现 似乎是自己杀得太过于忘乎所以 不知何时 场上已然看不到任何一点星火 整座领域内的火焰 都已经被全部熄灭 熄灭了这些火焰 就相当于是切断了时间吞噬者的后勤补给 他们不再频繁地刷新 不再源源不断地出现 不再前仆后继地对张星辰发动进攻 此时 张星辰看了眼后阵的诺雪 说道 一鼓作气 诺雪点了点头 好 说着 二人爆发出各自的强化技能 带着光环 对场上的怪物 进行最后的杀戮 直至所有的时间吞噬者 都被禁数灭杀之时 场上 终于再次陷入 一片久违的安静 与此同时 一道悦耳的系统提示 从天而降 丁恭喜 你已通过时光之城副本 第五阶段挑战 眼看着四面八方横七竖八躺在地上 随处可见堆积成山的怪物尸体 以及他们死亡所掉落下来的金币 装备 药剂 技能书等东西 这一刻 诺雪眼神中充满了不可置信 成功了 曾经努力了几年 尝试了数百次 都以失败而告终 没想到这一次 居然成功了 在张星辰的帮助下 一次成功 这一刻的诺雪 喜极而泣 更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而张星辰这边 虽然是在给诺雪帮忙 不过自己的收获 其实也是不小 通过时光之城 第一阶段到第五阶段的杀戮 期间干掉的怪物 给张星辰带来的经验收益 使得张星辰的等级 升到了荣耀王者六级 除此之外 通过大师及狩猎符 狩猎到了不少的战宠 利用这些战宠 作为吞噬饲鸟 全部给宠物蛋喂养下去 宠物蛋 也终于发生了一丝微妙的变化 丁恭喜你的宠物蛋 已由S级升级为SS级 当前可使用宠物蛋 获得随机SS级战宠 或者继续升级为SS级使用 下次升级需要三万点经验值 可谓是历经千辛万苦 这一刻 张星辰有一种眼看着自己儿子 长大了一岁的感觉 不过SS级还不够 SS级才是张星辰的终极目标 后面还得继续努力 虽说从SS级到SS级 所需要的三万点经验值 也是吓死个人 不过 这并不足以阻碍张星辰前进的步伐 越是艰难 他就越要踏出这一步 除了宠物蛋之外 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收获 就是珍藏技能杀戮 这个技能从获取的时候 为白色品质 无法通过正常的吞噬 同品质技能书进行升级 只能依靠被动触发 来收获熟练度进行升级 在攻略时光之城之前 品质为绿色 效果为发动人意单体攻击时 有03概率触发AOE伤害 每次触发获得一点熟练度 而升级到蓝色 需要1000点熟练度 此刻 杀戮的品质已然达到蓝色品质 任意单体攻击时 将有05几率触发AOE伤害 下次升级需求 为1500点熟练度 这个技能发展到大后期 对于张星辰而言 必将会是一个随身携带的杀戮机 第2806章 金色BOSS 当第五阶段挑战结束之时 周围突然陷入一片难得的清静 眼前 并没有出现之前 每次通关一个阶段 都会刷新出来 通往下一阶段挑战的传送光幕 再回想起刚才的系统提示 之前每通关一个阶段 所出现的系统提示 除了有关于通关本阶段的提醒之外 还有关于下一阶段挑战已开启的提醒 而这次 仅仅只是出现了一个本阶段通关的提醒 而并没有关于下一阶段挑战开启的提醒 结合这两种迹象 张星辰做出了一个猜想 这个副本总共就只有5个阶段 到这里我们算是所有挑战结束 通关副本了吗 诺雪环顾四周 也是显得有些振奋 我之前就一直是卡在这个第5阶段 没过去这一个阶段 所以也不知道后续是什么样的 不过按照眼下这种情况来看 也许真的就只有这5个阶段的挑战 话说到这里的时候 诺雪自然是显得极为欣喜的 W M 因为为了通关时光之城这个副本 他付出了太多太多的心血 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 时至今日 终于是尝到了一丝成功的味道 然而 对于张星辰来说 却有些意犹未尽的感觉 可是我怎么感觉 像是缺了点什么 感觉少了灵魂啊 诺雪以惊奇的目光 看着张星辰 你不会是觉得这个难度还不够高吧 张星辰 嗯 一般吧 也不是那么难 虽然明知道张星辰是在故意装逼 不过诺雪依然是感觉十分欣慰 从一开始 张星辰就一直在强调有他在 没意外 不过诺雪也始终以为 张星辰只不过是在安慰自己 为了调整自己的心态 事实证明 张星辰真的有这个实力 而且也让诺雪第一次 在一个人的身上 感受到如此强烈的安全感 正当诺雪准备向张星辰表达感谢之时 突然 四面八方 一阵地动山摇 突如其来的动静 并没有让张星辰感到太意外果然 我就知道 没那么容易结束 话音刚落 轰隆轰隆 伴随着一声声巨响 放眼望去 只见得四面八方 那些被斩杀的时间吞噬着的尸体 纷纷化作一道道光芒 被浮空中幻化而出的一道黑暗漩涡给吸收 吸收着这些怪物体内能量的同时 那道漩涡也在不停散发着微光 抬头望去 仿佛随时有一种 会被这道漩涡给吸入进去的感觉 诺雪目光如赤地盯着那道漩涡 看来 挑战还没有结束 嗯 张星辰说到不过看起来 应该也就剩这最后一关了 视线中 直至所有的怪物尸体 全部被吸收 那漩涡之内 赫然爆发出一阵强光 耀眼的强光闪过之后 映入眼帘的 赫然是一个漂浮在空中的大眼珠 眼珠之下 还有一条长长的尾巴 看着不伦不类的样子 不停转动的眼珠子 更是令人毛骨悚然 在其头顶 赫然标示着一行金色的ID 时间之神 恶魔戏 荣耀王者十级boss 显然 这是时光之城 副本的终极手关boss 还得杀了他 才能彻底地通关副本 荣耀王者十级的boss 不足为虑 因为刚才所面临的 第五阶段挑战 其中所遇到的那些 时间吞噬者统领 就是这个等级的boss 张星辰杀他们 就跟杀技一样简单 不过张星辰能够意识到 眼下的这个荣耀王者 十级boss 绝非一般 这个boss的ID 是金色的 显然 诺雪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自打张星辰踏入永恒世界以来 所遇到的各种普通小怪 首领怪 或者是boss 全都是红色ID 对于眼下这种 具有金色ID的boss 还是头一回遇见 第一次接触到这个物种 张星辰也不敢大意 当即使用探查术 查阅了一下敌人的数据 时间之神 恶魔戏 boss经 等级荣耀王者十级 天赋时间掌控 神级天赋 时间之神具有操控时间的能力 每隔20秒钟 可发动一次时间之流 受到时间之流影响的敌人 将被禁锢时间持续三秒钟 魔攻525 神防280 魔防255 生命值255亿 技能时间禁锢 时间轮回 时间掠夺 描述 高级属性 增伤2280 免伤1320 穿透1500 抗性1300 看完这boss的具体数据 张星辰不由后背发凉 这具有金色ID的boss 强度的确比同级别红色ID的boss高 但张星辰属实没想到会高这么多 时间之神攻击力 防御力 生命值等各方面的属性 几乎达到前面刚杀的那些荣耀王者十级boss 时间吞噬者统领的两倍 包括高级属性 而且 前面的那些boss 都是传说级天赋 而这个时间之神 直接具备了一个神级天赋 同样是荣耀王者十级的boss 这就是金色ID与红色ID之间的差距 同样看到这只boss数据的诺雪 也表现出一副惊讶的神情 这只boss的强度好高 但转念一想 只要杀死这只boss 就可以通关时光之城 诺雪顿时就战役爆发 张星辰就比较稳定了 在战斗开始之前 冷静分析自身与boss之间的数据 至少确保在数据方面 不存在绝对压制 有可以对抗的机会 才能进行这场战斗 否则 上去就是送死 时间之神的基础数据很高 除了攻击力之外 其余属性都远超张星辰 所具有的增伤 也要远超张星辰 在神火箭 以及其他各类技能 装备的加成之下 张星辰也才只有2060的增伤 而时间之神的增伤 高达2280 增伤越高 意味着伤害越高 看来这次 是真的遇到一个强大的对手了 第2807章 时间之神 值得一提的是 张星辰所具有的免伤属性不低 张星辰具有高达3120的免伤 可以完全抵抗掉 时间之神2280的增伤 甚至还能余下来不少 而永恒世界内 免伤最高发挥90效果 意味着 以当前的这种状态 时间之神 仅仅只能够对张星辰 造成时的输出伤害 而这一切 都得归功于五大族之一的 绝尘工会 会长绝尘如烟 通过从绝尘如烟身上 掠夺而来的神级天赋绝对防御 提高持有者100 最终免伤 张星辰才能够获得 高达3120的免伤 否则仅凭1560的免伤 是不足以抵抗得了 时间之神的增伤的 而张星辰的破甲 也是在朝海扩天的 神级天赋绝对破甲 提高持有者100最终破甲 的加成之下 达到2020 时间之神所具有的1300的抗性 完全抵御不了张星辰的破甲 这就意味着 张星辰可以对时间之神 造成无视防御力 完全破甲的真实伤害 最后总结这场战斗 可以打 W 于是 面对威慑力强大的时间之神 张星辰毅然提起神火箭 浮空之上 时间之神不知从了 发出一阵空灵的声音 与时间之神对抗 无异于自寻死路 你们做好迎接 死亡的准备了吗 张星辰提起神火箭 直指时间之神这句话 难道不是 应该我来说的吗 你把我的台词抢了 我说什么 哥哥哥 时间之神发出一阵 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 到你可以安静地享受死亡 说吧 那颗巨大的眼珠子里赫然迸射出无数道耀眼的强光 那一道道强光朝着地面轰射而来 张星辰迅速跃身躲闪 可就在这时 突然划得一道强光闪过 张星辰突然之间就失去了行动力 整个人保持着一个跳跃的姿态被定格在了原地 不止张星辰 另一侧的诺雪也受到了影响 正挥动魔剑试图格挡流光攻击的诺雪 也突然间保持着一个姿态定格在了原地 一动不动 以及周围的骷髅、亡灵战士、九天玄鸟与暗月白虎 全部都被定格 这一刻仿佛时间停止流动 大范围内 所有人都无法动弹 除了时间之神 轰轰轰轰 趁着这个机会 时间之神不断从眼珠之内迸射出流光 攻击着张星辰与诺雪 无数的流光如同一阵密集的雨点 覆盖全场 凌乱地落射在张星辰、诺雪 以及骷髅战士、亡灵战士们的身上 在无法动弹的状态下 张星辰无法进行任何躲闪操作 只能站着挨打 任由那些流光不断落射在自己的身上 于头顶带起一大片血红色的伤害 1235 1158 1139 张星辰拥有足够高的免伤 通过他刚才的计算 时间之神仅仅只能够对张星辰造成时的输出伤害 意味着这些一千多万的伤害 都只是张星辰本该受到伤害的十分之一 可纵然十分之一的伤害 也如此之痛 好在张星辰的身上 拥有亡灵风暴所转化而来的十倍血量的护盾 再加上 还有一个试血文章吸取而来的五倍血线的护盾 总计15倍血线护盾 结合张星辰5200的血线 总计78亿的护盾笼罩在身上 已然完美地替张星辰承受住了所有的伤害 当这么一轮持续的攻击 洒落在张星辰身上时 最终所积累的将近一一点伤害 也仅仅只是打掉了张星辰身上七分之一的护盾 对于张星辰本身 并没有造成一丝实质性的威胁 但是其他人 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 纵然是荣耀王者十级的骷髅战士 骷髅法师与骷髅射手 也完全抵挡不住时间之神的伤害 毕竟 他们就是秉持着荣耀王者十级怪物 本该具有的数据 没有张星辰这么高的免伤属性 抵挡不了时间之神 高达2280的增伤 他们所承受的单次伤害高达两亿甲 而他们所拥有的武艺血线 也仅仅只能够承受住 时间之神两到三轮的攻击 因此 在刘光的一轮洗礼之下 一大片区域内的骷髅与亡灵战士 全部被灭杀 甚至 连诺雪都没能在这场洗礼之中 幸免于难 他远没有张星辰这么强 刘光所造成的一亿加持续伤害 瞬间吞噬掉了他身上的护盾 也一下清空了诺雪的血条 三秒钟后 时间恢复运转 张星辰回头 只看到一束白光亮起 丁很遗憾 你的队友诺雪已在战斗中阵亡 张星辰一阵诧异 诺雪居然就这么挂了 好歹也是亡灵族高等领地亡灵圣殿的护法 亡灵圣殿第一强者 居然被时间之神一个技能就给秒了 当然 其实并不是诺雪弱 而是时间之神太强了 刚才正是由时间之神 所释放出来的神级天赋时间掌控 禁锢了时间 使得张星辰与诺雪 还有骷髅亡灵们全都无法动弹 这个持续效果有三秒 若非张星辰疲后 怕是连他都要被秒 这一刻 让张星辰认知到时间之神的这个天赋 居然如此强大 禁锢时间 说的直白点 也就是强制定身 可以将范围内所有敌人 强制定身三秒钟 这期间 敌人无法动弹 而天赋持有者 却可以为所欲为 这天赋 简直逆天啊 尽管这个天赋的影响范围有效 只局限于释放者周围半径50码以内的目标 而且还具有20秒的冷却时间 不过在绝对强大的群体控制效果面前 这么一点局限性 根本不值一提 在时间之神施展过一次时间 掌控天赋之后 张星辰不由对这个天赋 产生了一丝兴趣 干掉时间之神 就可以掠夺他的天赋 此刻 张星辰内心 对于时间之神的杀意 变得更加深厚 干掉时间之神 成为时间之神 第2808章 对抗时间之神 作为一只拥有金色ID的荣耀王者 实际BOSS 凭借着远超同等级普通BOSS两倍的超强战力 时间之神一个技能下来 瞬间秒杀了一大片区域内 好几十名亡灵战士 甚至包括诺雪 也被秒杀 视线一转 当诺雪死亡复活 出现在亡灵圣殿复活泉水中时 整个人都愣了好几秒 他甚至还没反应过来 自己是怎么没的 令他不可置信的是 时光之城终极BOSS的实力 居然强大到足以直接将自己秒杀的地步 猛然间 诺雪心头一震 M M 因为刚刚挂掉之前 他亲眼看到张星辰手底下的那些骷髅战士 亡灵战士也都未能幸免于难 只要是被BOSS攻击覆盖的 清一色都被秒杀 如此可怕的力量 恐怕张星辰也没能抗得住 想到这里 诺雪赶忙环顾四周 却并没有看到张星辰的踪迹 突然又转念想到 亡灵圣殿并不是归属于张星辰的领地 所以 张星辰即便死亡 也不会回到亡灵圣殿这边复活 而是会回到他自己的领地复活 这一刻 诺雪不由陷入了绝望 他蹲下身来 满脸的失落 就只是差最后一步了 为什么会这样 明明都已经快要成功了 正当此时 诺雪仿佛突然间想到了什么 他随手打开了一个面板 因为攻略过时光之城数百次 所以诺雪十分清楚 只要参与了副本激活 也就是 只要将时间注入了时间之时 再进入副本时 就可以随时观看到副本攻略记录 而眼前所打开的这道面板上 所显示的副本攻略进度 定格在第五阶段 副本正在攻略中并没有结束 而放在以往 每次诺雪失败而归的时候 面板上都会显示 攻略失败四个字 这一次没有显示失败 也就意味着 张星辰还没有死 他还在副本之内 意识到这一点 诺雪顿时又仿佛看到了一丝希望 仅凭张星辰一个人 他能杀的死实力这般 强大的时间之神吗 与此同时 另一边 眼看着诺雪被杀 手底下的骷髅兵团 与亡灵军团也遭受到了一轮重创 张星辰不禁微微皱眉 有点东西的呀 时间之神 睁着一只如 黑衣洞般的大眼睛 直勾勾地盯着张星辰 似乎 他也因为没能直接震杀张星辰 而感到诧异 以自己这般强大的实力 居然还有人能够从他的手里 看过这致命一击 不过 纵然如此 时间之神 也并没有将眼前的这个人类 放在眼里 就在这时 时间之神突然闭上了眼睛 下一秒 猛然睁开之时 赫然从眼睛里面 迸射出一道炙热的强光 哄 那强光竟直冲着张星辰轰击而来 张星辰迅速跃身躲闪 时间之神便沿着张星辰行进的方向 用激光进行横扫 躲避时间之神攻击的同时 张星辰也顺手展开反攻 剑影杀 面对这种难以近身的敌人 照就是以远程技能骑手 然而 于神火箭中释放而出的剑影 却是被时间之神式 放出一个时间漩涡 给吸收了进去 这一幕 不由让张星辰微微皱眉 看来这家伙 远比自己想象中的 更加难以对付 甚至连亡灵风暴的亡灵 都被时间漩涡给吸收 武士道亡灵为了追击时间之神 而全部都被漩涡吸收 张星辰的亡灵风暴 因为没有了亡灵 而被迫终止 什么 张星辰大惊失色 筷子没了 这叫我怎么吃饭 算了 直接用手抓 张星辰号令亡灵军团发动攻击 趁着四面八方的亡灵战士 围攻BOSS 分散了BOSS的注意力的机会 张星辰一箭十字斩杀 释放剑光 远距离命中时间之神 18亿 BOSS头顶出现的伤害 令张星辰位置一振 虽然知道 以这头金色BOSS的威力 自己的伤害 肯定会降低不少 但也没想到 会被削弱这么多 要知道 张星辰的常规伤害 已经达到了5亿甲 眼下这个伤害 直接是被削减了三分之二 对于时间之神 所拥有的255亿血腺而言 几乎是不痛不痒 甚至连他一个百分点的血 都没打掉 此时 亡灵战士军团已就位 他们围困在BOSS周边 挥舞着手中的长刀 攻击BOSS的触角 亡灵弓箭手与亡灵法师 亦是在远处攻击BOSS 可他们的攻击 落在时间之神的身上 轻一色都只能带动起 几百上千万的 微乎其微的伤害 反而 时间之神从体内 爆发出来的一股冲击波 轻而易举的 就将周身范围内 所有的亡灵与骷髅 全部秒杀 源源不断的亡灵战士 前扑后继 可他们的下场 无意不是被秒杀 甚至连接近 时间之神的机会 都没有 而且 在杀死敌人后 时间之神能够从 敌人的尸体内吸取力量 转化为自身的力量 强化自身 只能是纯送人头 注定了这是一场 张星辰与时间之神之间的 私人对决 张星辰便撤回了 亡灵军团与骷髅兵团 让他们 在BOSS的攻击范围之外 随时待命 自己则是利用 十字斩杀的 后续冲锋效果 从几十码开外 瞬间位移到BOSS身侧 刷刷刷刷 趁着好不容易 接近到BOSS身边的机会 张星辰手起剑落 一通连斩落在BOSS身上 17亿 18亿 18亿 伤害虽然被削弱了很多 不过多几次的攻击叠加在一起 倒是也能够对BOSS 造成一点轻微的伤害 连续数次的攻击之后 时间之神的血条 以肉眼可见的趋势 掉了两个百分点 而当张星辰再次想要 发动连击之时 时间之神 却突然消失在了眼前 闪现 哗啦 与张星辰拉开距离之后 时间之神的体内 赫然迸发出一道光芒 看到这有些眼熟的技能效果 张星辰猛然心底一沉 又是这招 第2809章 对抗时间之神 哗 银色的光芒 以极快的速度 从张星辰体内贯穿过 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 张星辰就被定格在了原地 无法动弹 显然 又是中了时间之神的天赋效果 时间之神的神级天赋时间掌控 能禁锢一定范围内的时间 使得区域中的所有敌人 都被禁锢三秒 M 而这个天赋 仅有20秒钟CD 前面一次 就是利用这个天赋 杀死了诺雪 时间之神 还想用同样的手段 来干掉张星辰 面对时间掌控的压制 张星辰也确实没有一点办法 只能站在原地 变成一头任人宰割的羔羊 在无法动弹的状态下 时间之神开始针对张星辰 发动猛攻 轰轰轰轰 将眼睛化身为一座炮口 对着张星辰一阵突突 无尽的死光轰击在张星辰的身上 在张星辰头顶带起一个个一千多万的伤害 笼罩在张星辰身上的亡灵护盾与嗜血护盾 急速破损 只待三秒钟过去 从时间掌控的效果中脱离 张星辰恢复行动力时 立马向着右侧一个翻滚 避开时间之神的攻击 此时 时间之神施法召唤出大量的小兵 无数的时间使者从结界中冲出 向着张星辰冲杀而来 殊不知 他们正好成为张星辰的猎物 因为亡灵风暴 已经因为时间之神释放出来的漩涡技能而被中断 而这个技能 可是张星辰在日常战斗中的核心技能 尽可攻退可守 亡灵风暴 既能以持续性的超高伤害 自动追击范围内的敌人 还能通过伤害吸收转化而来的护盾 来保护自身 毫不夸张地说 没有亡灵风暴 张星辰的战斗力 直接削减一大半 没有亡灵风暴 张星辰甚至已经没有把握 能够对付得了时间之神 伤害是次要 最主要的是 亡灵风暴通过伤害转化而来的护盾 这个护盾是续航的关键 否则 哪怕是单次一千多万的伤害 时间之神也很容易 就能杀死 没有亡灵 护盾庇护的张星辰 而现在 时间之神正好给张星辰 创造了一个 重启亡灵风暴的机会 亡灵风暴的释放前置条件 是必须通过 杀死五十名敌人 收集五十道亡灵 纵观全场 除了时间之神 没有别的小怪 本来张星辰还在愁着 该怎么去收集亡灵 来重启亡灵风暴 这下正好 看着前方迎面来的大量时间使者 张星辰二话不说 抬起神火箭 直接冲了进去 箭气绝 重斩 连斩 爆斩 刷刷刷刷 一道道技能 冲着身边的小伙伴招呼下去 虽然这些时间使者的等级 都达到荣耀王者十级 不过终究是一群召唤物 他们都是普通怪 荣耀王者十级的普通怪 抵挡不住张星辰的攻击 五十五亿左右的伤害 足以对他们造成一击秒杀的效果 所以 对付这些时间使者 就像切菜一样 张星辰轻而易举的 便将他们尽数斩杀 很快 击杀数量超过五十 收集到了五十道亡灵 张星辰立即重启亡灵风暴 哗哗哗哗 五十道亡灵 在张星辰周身席卷开来 形成一道巨大的风暴 利用亡灵风暴 扫除所有障碍 张星辰只取时间之神 刷刷刷刷 一直致亡灵如同利刃 不断地攻击时间之神 纵然亡灵风暴 每一次对时间之神造成的伤害 都只有八千万九千万 不过自动攻击模式的亡灵风暴 不需要任何成本 这一份持续输出 在这场战斗中 可以为张星辰巨大的伤害 利用亡灵风暴 加自身的攻击 给予了时间之神一波重创 顷刻间 BOSS的血量已经掉到九十 计算了下时间 看看也差不多了 张星辰迅速后撤 退出时间之神的攻击范围以外 下一秒 哗 时间之神体内 迸发出一道银色流光 向着四周席卷开来 而张星辰 因为置身在时间之神的攻击范围之外 而幸免于难 并没有被流光吞噬 原来 张星辰已经通过上一次时间之神 释放天赋时间掌控的时间 计算出了他下一次释放天赋的时间 时间掌控的影响范围有限 因此 只要提前撤出BOSS的攻击范围之外 就可以避开他的天赋影响 张星辰正是躲过了时间掌控的影响 只待BOSS释放天赋之后 张星辰再返回 继续接近 攻击BOSS 以亡灵风暴攻击BOSS的同时 利用他所吸收的护盾 来保护自身 抵御BOSS的攻击 似乎也看出了亡灵风暴这个技能的棘手之处 时间之神又放出了他的杀招 哗啦 一道巨大的漩涡出现在前方 将张星辰周身的亡灵 全都吸收了进去 再一次强行中 断了张星辰的亡灵风暴技能 并且这一次 时间之神学聪明了 他不再召唤小兵 防止张星辰再利用他们 来刷新亡灵风暴 面对实力这么强悍 而且又这么聪明的BOSS 张星辰还真是有些头疼 这家伙 正当张星辰有些发愁之时 时间之神已然趁着张星辰 没有亡灵护盾护的机会 再次展开了猛攻 轰轰轰轰 从眼睛里发射无数死光 攻向张星辰 张星辰一时之间猝不及防 不断被密集的流光命中 好在除了亡灵护盾之外 张星辰还拥有五倍血线的 嗜血护盾 但是在时间之神如此猛烈的攻击之下 嗜血护盾也很快被消耗掉了一大半 剩余的护盾 显然已经不足以用来 支撑BOSS下一轮的攻击 经过BOSS的一轮技能洗礼之后 张星辰以长剑驻地 单膝跪地 不停喘气 看起来有些狼狈 借此 时间之神对张星辰发出嘲讽人类 你也就这么一点能耐吗 你还有什么本领 都尽管拿出来吧 张星辰抬头看向BOSS 倒好 这可是你说的 的确还有一个本领 那我可要拿出来了 你准备好接收了吗 听到张星辰这么一说 时间之神倒是莫名地感到有些紧张 第2810章 对抗时间之神 看到实力如此强大 又如此具有头脑的金色 ItBOSS 张星辰内心 猎杀时间之神的欲望 变得更加强烈 越强大的对手 证明他的价值越高 张星辰越发地想要看看 这头荣耀王者级的金色BOSS 究竟能给自己带来怎样的收益 能爆出什么样的好东西 只是 眼下的战斗并没有那么顺利 亡灵风暴 是张星辰的核心技能 没有这个技能 就像鱼儿没有了水 仅靠嗜血文章带来的嗜血护盾 并无法来维持生计 因为张星辰的职业是战士 嗜血文章的吸血效果 只能通过近身攻击来触发 面对时间之神这种档次的BOSS 张星辰的攻击大多数都会被规避 能够使用近身攻击命中BOSS的机会有限 不像亡灵风暴 只要BOSS出现在张星辰的攻击范围之内 亡灵风暴就会自动攻击BOSS 从而给张星辰带来护盾 所以 想要对付这只BOSS 亡灵风暴必不可少 可是 必须通过击杀才能激活亡灵风暴 时间之神知道这个套路 已经不再召唤小弟 这成了当下最大的问题 好在 一切的问题在张星辰这里 都有解决的办法 虽然不能利用时间之神召唤的小兵作为跳板 不过张星辰的选择并不只有这一个 对张星辰的手段 还一无所知的时间之神 这一刻 甚至还在嘲笑张星辰 你是在等我召唤猎军 来帮助你吗 那我劝你 还是不要白费心机了 你的那点小心思 早就已经被我看穿了 你的战术核心 就在于那个技能 没有这个技能 你在我的面前 就是一个不堪一击的废物 张星辰看着时间之神 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 所以说 求人不如求己 求己 时间之神嘲笑到你的那个技能 不借助外力的话 就凭你自己 能释放得出来 时间之神的这只眼睛 似乎的确能够动视一切 仅仅这么一会儿功夫的交手 他就已经掌控了张星辰所有的能力与特点 这种智商 一般的boss根本无从具备 至少迄今为止 张星辰所遇到的对手里面 还没有这种级别的 着实可怕 只是 张星辰并无畏惧 那可能要让你失望了 说着 张星辰转面看向身侧不远处 正处于待命状态的亡灵战士 在张星辰的命令之下 那群亡灵战士 朝着张星辰这边靠近过来 看着那群游妹妹张星月 一手培养起来的亡灵战士 张星辰沉重到对不起了 各位亡灵兄 能帮我的 只有你们了 说吧 只待那群亡灵战士靠过来 张星辰手起见落 哗啦 金色 剑气绝 强烈的剑气顺着张星辰周身绽放开来 将周围的那群亡灵战士吞没 下一刻 一大片五亿多的伤害 将那群刚刚到达荣耀王者一级 仅由两亿加血量的亡灵战士 给全部灭杀 与此同时 另一边 亡灵圣殿之内 诺雪死亡被传送回来之后 就去找到了张星月 得知诺雪被终极boss一击秒杀 张星月也不由得眉头皱起啊 那个副本的boss那么厉害的吗 早知道之前我跟你们一起进去就好了 我也能帮帮忙 诺雪摇了摇头 你要是也进去了 只会使得副本的难度变得更大 因为这个副本 是根据进入人数来判定难度的 两个人进去 难度就已经比我之前一个人进去 提升了一倍 张星月一脸苦涩到 那我哥他该不会 也挂了吧 应该没有 诺雪说到副本仍在攻略中 他应该还在跟boss战斗 你哥哥的实力比我强很多 张星月点了点头 希望他能顺利杀死boss 帮你完成这个任务吧 对了姐姐 张星月似乎突然间想到了什么 歪着脑袋看向诺雪 问到你跟我哥哥 是怎么认识的 当初你哥来这里执行任务 就认识了 诺雪的回答 轻描淡写 不过事实也的确就是这么轻描淡写 张星月的眼神 变得有些俏皮你 跟我哥 真的就只是普通朋友吗 是的 诺雪反问为什么这么问 张星月不自觉地往诺雪这边凑了凑 小声说到我跟我哥从小一起长大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我哥 我哥他人很好的 体贴又会照顾人 而且从不花心 诺雪瞬间明白了张星月的意思 忍不住笑道你哥哥要是知道你把他卖了 他会不会揍你 张星月吐了吐舌头 露出一个俏皮的小表情不会的 哥哥从来不会揍我 他很温柔的 话说到这里 诺雪忍不住担心起来不知道 你哥现在状况到底怎么样了 张星月又继续八卦你是担心我哥 还是担心你的任务呀 洛雪轻探到时光之城这个副本 玩家在里面死亡 可以通过消耗三倍时间进行原地复活 我是因为剩余的时间不足以用来支撑三倍复活 才被迫直接传送到了亡灵圣殿来复活 我担心的是 你哥哥为了帮我完成这个任务 而被boss击杀之后 选择在副本内复活 如果最后还是不能够杀死boss 到头来自身的时间也全都浪费掉了 还会面临生命危险 看得出来 诺雪是真的在关心张星辰的处境与安危了 张星月便安慰诺雪倒放心嘛 我哥他有分寸的 没有一点把握的事情 他不会做的 正说着的时候 张星月仿佛突然感应到了什么 顿时深深地皱起了眉头 一旁 诺雪发觉到了异常 便问道 怎么了 张星月郁闷到我的亡灵军团 正在被灭杀 诺雪看来boss的强度 远超我的预想 不是 张星月说到灭杀他们的人 是我哥 第2811章 对抗时间之神 你说什么 诺雪差点没被惊呆 一脸茫然道 你哥 在杀你的亡灵战士 我没听错吧 奇葩 张星月也是一脸的郁闷 我哥这是在干啥 疯了吗 为啥要杀我的亡灵军团 亡灵战士那么可爱 我哥为什么要杀他们 作为亡灵军团的主人 张星月能够随时随地侦测到手底下 整个亡灵军团的存亡迹象 不过他实在不能理解 张星辰为什么要这么做 一旁的诺雪 倒似乎像是想到了什么 问到张星月你能看到 他杀了你多少个亡灵战士吗 张星月闭着眼 细数到48 49 50 数到这里 张星月有些崩溃 差点没远处哭出来啊 我哥一下子杀了我50个亡灵 我的亡灵啊 他们都是我的儿子 啊 我的儿子 墨雪灵光一闪我知道了 他是在利用你的亡灵军团 作为击杀目标 释放亡灵风暴 张星月一脸茫然地看向张星月 什么意思啊 我跟你哥一样 都是属于特殊种族 亡灵族 张星月解释到亡灵族有个种族技能 叫做亡灵风暴 亡灵风暴这个技能 需要通过击杀敌人来收集亡灵 每一个敌人能够一道亡灵 金色品质的亡灵风暴 需要以50道亡灵为影 才能进行释放 张星月醒悟到所以说 我哥杀我的亡灵战士 就是为了激活他的一个技能 看来应该是BOSS的某种能力 局限了他的亡灵风暴 使得他不得不重启技能 诺雪说到这个技能的威力非常强大 或许只有利用他 才能对付得了BOSS 张星月点了点头 原来如此 那没事了 我差点以为我哥导哥 跟BOSS结盟去了呢 不过这么说来的话 也意味着我哥 还在跟BOSS激战呢 他没有输 他一定能打败BOSS 诺雪内心也在前程祈祷希望如此 另一边 张星辰通过击杀亡灵战士 来收获亡灵 当杀死50个亡灵战士 收获了50道亡灵之时 就立马收手 多一个也不杀 周围 其余的亡灵战士都看傻了 对不住了兄弟们 没有办法了 只能出此下策 张星辰利用收集而来的亡灵 重启亡灵风暴 哗啦啦 当巨大的风暴 与张星辰周身形成之时 连对阵的时间之神都看待了 实际还有这种操作 为了不让那些亡灵战士白白牺牲 也为了避免时间之神 再次释放那个漩涡技能 把自己的亡灵风暴给搞没了 张星辰立马带动着亡灵风暴 向着BOSS发起进攻 哗哗哗哗 踏入攻击范围之内 亡灵开始自动追击时间之神 通过20转化而来的伤害 为张星辰添加护盾 按照亡灵风暴的攻击频率 一下子就给张星辰 叠加了好几倍血腺的亡灵护盾 拥有了亡灵护盾 张星辰的心 一下子就踏实了下来 果不其然 在技能完成冷却之后 时间之神 就再次释放了那个漩涡技能 时间掌控这个天赋 可以通过脱离攻击范围的形式避免 但是这个漩涡 却是无可避免 它的影响范围太广 就算张星辰躲得再远 亡灵也依然会被漩涡吸收 时间之神的这个技能 就像是针对张星辰量身定制的似的 只要一放出来 就专门克制张星辰的亡灵风暴 利用漩涡吞噬掉亡灵风暴后 时间之神大笑到接下来 你又该如何应对 张星辰却是不以为意 你是想跟我比划比划 谁的技能CD长吗 不好意思 我的技能没有CD 说吧 张星辰再次挥手 叫过来一群亡灵战士 一个剑气绝下去 将他们轻松灭杀 收获50道亡灵 再再再再次释放出亡灵风暴 时间之神瞪着一个大眼睛 当场陷入了沉默 这到底是什么技能 怎么还在这么晚呢 此时 张星辰带动着亡灵风暴 攻向时间之神 战斗到现在 不只是时间之神 已经摸清了张星辰的套路 同样 张星辰也已经摸清了他的底细 每20秒 选择性的躲避时间掌控的控制 其他技能也就看着办 亡灵风暴一旦停止 就立马猎杀亡灵战士 收集亡灵 重新释放 而时间之神的那个漩涡技能 是有冷却时间的 而且冷却时间还不短 足有30秒 30秒一次 张星辰的亡灵风暴 没有冷却 如此一来 也就不足为虑 不得不说 张星月的亡灵军团 还真是帮了张星辰的大忙 要是没有这个亡灵军团 张星辰怎么激活亡灵风暴 靠骷髅兵团 张星辰的骷髅兵团 总共也才只有50个骷髅 牺牲他们的话 只够张星辰激活一次亡灵风暴 并无卵用 于是 张星辰就这么一点一点 硬生生地摸死了时间之神 扑哧 当张星辰手中燃烧着金色火焰的神火箭 贯穿时间之神 以17亿的伤害 清空他头顶血条的那一刻 时间之神眼珠子瞪得老大 无比不甘地盯着张星辰怎么可能 怎么会死在一个凡人的手里 从时间之神体内抽出长剑 下一刻 时间之神庞大的身躯 轰然倒在了地上 此时 张星辰如是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战斗再不结束 他就快要撑不下去了 当然 真正撑不下去的不是张星辰 而是亡灵军团 经过张星辰的反复虐杀 每一次激活亡灵风暴 就需要牺牲50个亡灵战士 他所召唤出来的亡灵军团 到此刻 几乎已经所剩无几 转面看去 原本的一只雄狮 现在变得只剩下一堆老弱病残 在苟延残喘 甚至 他们看着张星辰的眼神 都充满了畏惧 他们没有死于战争 反倒是差点被自己的主人给一窝端了 战斗终于结束 张星辰也不禁对着剩下屈之可数的亡灵战士们说了一声辛苦了兄弟们 接下来 就是丰收时刻 第2812章 时间掌控 丁恭喜你杀死了荣耀王者十级金色BOSS时间之神 经验值加8000亿 时间加8000年 花花 连续两道金色的光束 从张星辰的头顶洒落 丁恭喜你升级了 当前等级荣耀王者七级 丁恭喜你升级了 当前等级荣耀王者八级 到了荣耀王者级或者确切地说到了王者级这个领域 张星辰几乎就没有遇到过等级连升的情况了 到他这个等级还能等级连升 实属不易 这金色BOSS的战斗收益果然比普通BOSS要分厚太多 要知道之前杀死的那些普通的荣耀王者十级的BOSS 经验收益才2000亿 时间收益也才3000年而已 W 对比之下 时间之神的战斗收益属实爆炸 与此同时 一道令张星辰垂涎已久的系统提示 落在耳边 丁恭喜你在击杀时间之神的过程中触发超神级天赋无上掠夺 是否掠夺时间之神的天赋时间掌控 掠夺 毫不犹豫 丁恭喜你获得神级天赋时间掌控 已覆盖原有优质级天赋赢甲 由于天赋达到持有最高上限 只能选择覆盖 而赢甲是张星辰目前所拥有的18个天赋里面 唯一一个优质级的 其效果也只是增加20的防御力 最为鸡肋 替换掉丝毫不会舍不得 于是乎 张星辰便拥有了三个稀有级天赋 七个史诗级天赋 五个传说级天赋 与三个神级天赋 一个人 同时拥有18个天赋 这简直是一般人想都不敢想的 越后期 遇到的怪物品级越高 他们的天赋级别也越高 张星辰有一种预感自己距离全神级天赋的这个梦想 已经不远了 张星辰有些迫不及待 当场施展了一下新的天赋 时间掌控 哗啦 顿时 一道银色的流光顺着张星辰四周迅速扩散开来 只见得半径50码范围内陷入了禁止 这个范围内的所有亡灵与骷髅 全都注立于原地 一动不动 张星辰则是可以在他们之间自由活动 直到三秒钟后 一切恢复正常 时间掌控天赋 也进入了20秒冷却 影响范围虽然有限 不过不得不说 不论追敌还是逃跑 这都是一个绝佳的神迹 注意力从天赋上面转移 这次的收获 可不只是这个神迹天赋 更加重要的收获 在BOSS身边 放眼望去 只见得时间之神的尸体周边 大量的装备 技能书 文章 金币等掉落物 堆成了一座小山 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与无限价值的魅力 这时张星辰踏入永恒世界以来 击杀的手指拥有金色ID的BOSS 他还不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 只明白 这只金色BOSS的价值 必定比同等级 荣耀王者十级普通BOSS 高好几倍 怀揣着一股期待之心 张星辰来到时间之神的尸体旁 蹲下身来 开始打理战利品 丁你拾取了金金币 加四二五 丁你拾取了装备 十节之刃 加一 丁你拾取了荣耀王者 级文章 时间文章 加一 丁你拾取了珍藏技能书 时光逆流加一 丁你拾取了装备 十节之甲加一 丁 听着这一道道 令人眼花缭乱的系统提示 张星辰内心一阵兴奋 因为他所听到的 每一道时曲提示 都能清晰地感觉到 这每一件战利品的价值之高 很快 将所有的战利品 一扫而空 还没来得及 等张星辰去细看这些东西 突然 又一道响亮的系统提示 从天而降 丁 恭喜你通关了副本时光之城 获得唯一手通奖励 时间支持 随着系统提示落下 一把金色的钥匙 出现在张星辰的手上 张星辰看着那把钥匙 时间支持 描述用来开启 时光之门的唯一秘持 备注此为玩家 诺雪的专属时间支持 非诺雪以外的 任何其他人无法使用 说起来是手通奖励 不过显然 这是属于诺雪的专属之物 张星辰也突然间 想到这个东西 应该就是 诺雪不惜一切代价 不断尝试 努力想要通关 时光之城这个副本的关键 只是 张星辰也不知道 这个具体是用来干什么的 只能等回去找到诺雪 把这个属于诺雪专属的东西交给他 并从他那里获知答案 于是 张星辰抽身离开了副本 与此同时 另一边 亡灵圣殿内 诺雪正一脸担心于紧张之情 内心不断祈祷着 张星辰能够顺利通关时光之城 终于 一道突如其来的系统提示 让诺雪悬着的心 稳定了下来 叮恭喜你的队友 一诺清诚 以通关你的专属副本 时光之城 听到这条提示 诺雪整个人呆住了许久 激动 兴奋 委屈 释然 所有的情绪 一瞬间全部涌上心头 三年了 整整三年 她终于打破了这道墙 这道将她困境在永恒世界 终极世界三年的墙 诺雪忍不住将一旁的张星月 涌入怀里 谢谢你 谢谢你哥哥 谢谢有你们 张星月也是被诺雪 这有些过于激动的反应 给惊到了一下 意识到 是哥哥帮助诺雪通关的副本 虽然张星月便笑着说道 哎呀 没事了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相信我哥哥的实力 他一定会帮你顺利通关副本的 显然 张星月并不知道这个副本 对于诺雪而言意味着什么 她攻克了时光之城整整三年 这三年间 甚至是做梦 都想要通过这个副本 时光之城 就是诺雪的生命 而如今 张星辰打通时光之城 便是为诺雪完成了续命 诺雪心想等张星辰回来 她一定得好好感谢张星辰 与此同时 另一边 张星辰退出副本后 正在回往亡灵圣殿的图中 一边检查着BOSS的掉落物 第2813章 时间逆流 荣耀王者十级金色BOSS的掉落 果然没有让张星辰失望 时间之神零零散散 掉落了八件装备 十节之刃 十节之甲 十节之盾 十节之御 十节之靴 十节之剑 十节之亏 十节之链 正好凑成了一套完整套装 十节者套装 清一色荣耀王者十级装备 并且这套装备后面 还有一个特殊的标识 为稀有装备 在以往所接触的装备中 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标识 搭不了 也就意味着 这套装备的价值 远比正常荣耀王者十级的套装更高 事实也确实如此 仔细看会发现 这套十节者套装 每一个部位装备的属性加成效果 都远超它这个等级 本应该拥有的属性 而且 超的不止一点两点 被赋予了 稀有装备这个标识 就注定了它的非同一般 对比张星辰现在身上所装备的 当初从桃园村 通过积分对话而来的 无双王者五级幻式套装 这两者 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毕竟本身等级差距 就已经达到十五级 这十节者套装的属性加成效果 几乎是达到幻式套装的好几倍 张星辰甚至不敢想象 自己如果换上 这套十节者套装 实力强度将会获得怎样的提升 除了基础的属性加成之外 实节者套装 还有一个牛逼的套装技能 结识 实节者套装专属技能 效果一装备者 每次攻击敌人 有十几率截取对方 十五个小时时间 效果按照装备者等级而定 此效果 为荣耀王者十几玩家装备效果 效果二装备者 每次击杀怪物 所获得的时间 收益翻倍 效果三装备者死亡时 复活所需要消耗的时间 减少五十 不愧是稀有级的装备啊 居然同时拥有三个套装技能效果 张星辰不禁感叹 单单一个杀怪时间 收益翻倍的效果 就直接封闪 可惜 目前张星辰的等级 刚到荣耀王者八级 还没有达到 实节者套装的装备需求 只能暂时先放进背包 等后面等级达标了 再拿出来用 第二个 时间文章 这也是张星辰 进入永恒世界以来 不论是直接获取 还是升级 所得到的第一枚 荣耀王者级的文章 而这枚文章所持有的效果 也是异常强大 时间文章 基础效果佩戴者 通过所有途径获得的时间 提高一百 特殊效果佩戴者 所有时间消耗减少五十 包括复活消耗 时间消耗最多不可低于原来的十 这枚文章 加上实节者套装的技能效果 双重叠加 就相当于张星辰 可以获得三倍时间收益 简直逆天 对于极缺时间 用来重启时空列车的张星辰来说 也简直是雪中送炭 于是 张星辰当即便将这枚 荣耀王者级的时间文章 佩戴在了身上 获得时间文章的影响 甚至连幸运赐福天赋的时间消耗都缩短了 幸运赐福本来 是可以通过消耗一个小时的时间 进行压缩冷却 现在只需要半个小时 就可以提前冷却 可惜了 获得这枚时间文章晚了一步 如果是在开启时光之城副本 之前就有了这个文章 缩短五十时间消耗 便可以使得张星辰 在激活时间之时的时候 将每一颗时间之时的注入时间 从一千年降低到五百年 七颗时间之时 足以节省下来三千五百年的时间 亏了 亏大了 不过张星辰隐约感觉 到了后期 会有很多需要通过消耗时间 来进行运转的地方 到时候 这枚时间文章 必然会发挥出极大的效果 给张星辰带来巨大的帮助 最后 还有一本珍藏技能书 时间逆流 时间逆流 金色珍藏技能 被动 效果技能持有者 受到攻击时自动出发 将自身状态 逆流到一秒钟前 冷却时间两秒 技能消耗三点法力值 金色珍藏技能 看起来好像也很牛逼的样子 仅仅拥有两秒钟CD的技能 张星辰也是闻所未闻 不过张星辰貌似 还是有些不大理解 这个技能的真正含义 受到攻击时 将自身状态 逆流到一秒钟前 这是什么意思 百思不得其解之时 张星辰突然想到 试试就知道了 于是 他先把这个技能给学了 而后 利用令牌召唤出一只亡灵战士 对那亡灵战士吩咐道来吧 打我 给你一个报仇血恨的机会 那亡灵战士愣了一下 不过既然主人如此下令 他岂有违抗的道理 于是 抄起手中的大砍刀 便向着张星辰砍了过来 华擦 狠狠一刀 斩落在张星辰的肩膀上 荣耀王者一级的小怪 杀伤力属实是有限 这么一刀砍在张星辰的身上 压根不痛不痒 仅仅 只是在张星辰的头上 带起了一个一百多万的伤害 而几乎就在亡灵战士的攻击 落在张星辰身上的一瞬间 赫然 张星辰的身上 泛起一阵金光 紧接着 头顶血条流失掉的那部分 瞬间恢复了过来 张星辰意识到 时间逆流这个技能 已经自动出发了 张星辰明白了 原来这个技能的真正含义 就是保护主人 并不是真的将时间倒流 而是在玩家受到攻击时 将玩家的状态逆流 刚才受到攻击 时间逆流自动将张星辰的状态 倒转到一秒钟前 而一秒钟前 张星辰还没有受到亡灵战士的攻击 所以 张星辰的状态 也同步回到一秒钟前 被亡灵战士打掉的那一百多万点血量 也恢复了过来 明白这个技能的效果之后 张星辰不由一阵兴奋 两秒钟CD 意味着每两秒 就可以为自身抵消一次任何伤害 这简直是一个自我保护的神迹啊 正当张星辰这么想着的时候 突然 身前的那个亡灵战士 刷刷刷的 就将手中大刀 不断向着张星辰猛砍下来 张星辰一下子被砍猛了 这货多少是有点公报私仇了呀 第2814章 永恒世界的秘密 时间逆流 时间文章 时节者套装 这一趟时光之城副本的收获 还真是不错呀 不知不觉 张星辰已然回到亡灵圣殿 似乎是知道 张星辰帮助了他们亡灵圣殿大护法诺雪的一个大忙一样 在张星辰归来的那一刻 圣殿之内 城门大开 无数亡灵族的士兵们纷纷出城迎接 攻迎英雄凯旋 这阵仗 简直让张星辰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 见到诺雪 张星辰便将拥有着诺雪专属刻印的时间支持交给了诺雪 看着手中的时间支持 诺雪顿时眼中泛起一丝微光 面露一副心悦的笑容 将时间支持捧在手心 诺雪抬头看着张星辰 发自内心地说了一句谢谢你 真的谢谢你 虽然不知道这个时间支持 对于诺雪来说意味着什么 不过看到诺雪拿到时间支持后的这个反应 显然能够看得出来 这是对她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张星辰笑笑道怎么样 我说过吧 有我在 没意外 我会帮你完成任务的 诺雪深深点了点头 倒多亏有你 这时 张星辰仿佛突然间想到了什么 对诺雪说道 嗯对了 还有BOSS抱的东西 没等张星辰把话说完 诺雪当即打断到BOSS的东西 全都归你 我不要 毕竟战斗一开始的时候 诺雪就直接被秒了 能杀死这只BOSS 全靠张星辰一个人的力量 张星辰已经为他带来了最为重要的时间支持 诺雪能有什么资格 再跟张星辰一起分享其他的战利品 当然 张星辰其实也只是客气一下 并没有真的打算要跟诺雪分赃的想法 因为张星辰了解诺雪的为人 以他的秉性 如果真的跟张星辰分了东西 反而会让诺雪自己心里感到愧疚难当 言归正传 张星辰看着诺雪手中 当初他耗费三年时间 历经千辛万苦 做梦也想要得到的时间支持 问道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他的用途是什么 诺雪抬头看了眼张星辰 并没有说话 沉默了片刻 说了一句 你跟我去一个地方吧 一旁 张星月心领神会呢 我在这里等你们 没事 诺雪转头对张星月说道 你也跟我们一起吧 言语声中 三人离开亡灵圣殿 朝着圣殿以北的方向 行进了墨约十分钟左右 最后 三人抵达一座山脉之中 只见得 诺雪向前走了几步 而后 不知是以一种什么法术 于身前召唤出来一道灰色的光幕 光幕之上 刻印着两个字 诺雪 又是一个类似专属于诺雪的东西 张星月好奇地问道 这是什么啊 难道又是一个什么副本的入口 不 诺雪解释道 这是通往新世界的大门 新世界 张星辰若有所思地问道 什么意思 正如你所猜到的一样 我的身份跟你们一样 也是一名玩家 诺雪看了眼张星辰与张星月 这一刻 他选择不再隐瞒 将最真实的一面 弹露出来永恒世界每五年 面临一次更新 每次更新 都会往里输送一批玩家 我从乾坤万劫而来 是在你们之前的一批玩家 成为选招者之后 五年前来到永恒世界 听到这话 诺雪顿时瞪大眼睛 一脸不可置信的神情 你的意思是 五年前 这个世界就已经有玩家了 反观张星辰 看起来倒是镇定 似乎他早已猜到这些 而事实上 张星辰的却是猜想到了这一点 从知道诺雪的身份 是一名玩家的时候 就差不多能猜到了 诺雪是玩家 而亡灵圣殿里的人 又都能证明 诺雪已经在亡灵圣殿 任职了好几年 要知道 张星辰他们 这一批玩家 都是同一时间 被传送到永恒世界 从进入永恒世界至今 也不过才几个月的时间 诺雪是怎么能在亡灵圣殿里 待够几年呢 所以唯一的解释 只有诺雪 是提前来到了永恒世界 张星辰猜想到 诺雪是提前来到永恒世界 不过属实是没想到他所说的 永恒世界每五年一次更新 每次更新 都会有一批新的玩家降临 震惊之余 张星月又有些疑惑地问道 五年前跟你同一批的其他玩家呢 为什么没有看到他们的踪影 要知道 张星辰他们 这一批玩家 来自于一百个不同的世界 加起来少说 也得有好几亿人 上一批玩家 应该也不少于几亿 如此庞大的一个群体 如果他们当初也来过这个永恒世界 怎么可能说消失 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除了诺雪 张星辰可还从来没有遇到 任何一个前一批次的玩家 他们都去了高级世界战了吗 张星月问道 目前 张星辰他们所处的这个地域 为永恒世界终极世界 按道理 通关终极世界之后 下一步需要前往的 就是高级世界了 诺雪应允道士的 他们都在永恒世界 高级世界 但大部分的人 是死了 死了 张星月诧异到怎么回事 诺雪看向张星辰 说到正如你帮我通关的 时光之城副本 那本是我通往高级世界 所必须通关的专属 挑战副本 只有通关时光之城 拿到时间支持 才能开启 前往高级世界的大门 这是通往高级世界的唯一办法 啊 张星月诧异到 我还以为像初级世界 到终极世界的时候一样 只要等级达标就够了 前往高级世界 这么麻烦啊 永远不要把这当成一场游戏 诺雪说到这个世界的规则 远比你想象中的要恐怖 在这个世界 稍不留神 就会死亡 顿了顿 诺雪接着说了一句 每个玩家到达荣耀王者十级 就会激活专属挑战 而每个人终身仅有三次挑战机会 一旦经历三次失败 将面临死亡惩罚 第2815章 时节者套装 诺雪的话 令人感到不可置信 意思是说 就像你努力了上百次的 时光之城副本 就是你的专属挑战副本 而你本应该只有三次挑战机会 随着张星辰话音刚落 诺雪点了点头 说到案里 是这样的 时光之城至少 将淘汰70以上的玩家 仅有30的人 能够通过挑战 进入到高级世界 张星月大惊失色 这么夸张 这个副本那么难 诺雪说到确实很难 而且是单人副本 如果双人组队的话 难度翻倍 多人组队 难度会更高 M 张星月愕然到那失败的那70的人 都会直接死掉 是的 诺雪说到直接被系统抹杀 张星辰问道 如果放弃挑战呢 违背定理 在下一批玩家 到达永恒世界之前 没有完成时光之城 副本的玩家 将会遭到时间之神的追杀 直至灭亡 这下子 张星辰终于明白 为什么在他们来到永恒世界之后 没有在这个世界里 遇到上一批次的玩家了 原来 在他们到达永恒世界之前 上一批的玩家 就已经被分成了两个阶段 一个阶段的踏入了高级世界 还有一个阶段的 全部都死了 这时张星月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姐姐 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你没有遭到时间之神的追杀吗 令张星辰也感到十分奇怪的是 诺雪刚说了 每个人终身只有三次挑战 这个专属副本的机会 可她自己却尝试了上百次 算是因祸得福吧 诺雪说到我被一个朋友背叛 在我帮助她 通关了她的专属副本之后 她在帮助我打副本时 利用一种手段 在我的副本内 施加了魔法咒印 魔法咒印将我的副本难度 提高了十倍 而后她中途退出副本 丢下我 一个人前往了高级世界 哇 那你这个朋友 也太卑鄙了吧 张星月皱着眉道 她为什么要这么对你 面对这个问题 诺雪陷入了沉默 似乎是不想提起这段往事 便转移话题 说到我知道 她想用这种手段 将我困境在终极世界 要么三次通关失败 被系统抹杀 要么等待几年之后 被时间之神杀死 我刚开始尝试了时光之城副本两次失败 剩下最后一次机会的时候 筹备了足足半年时间 努力提升自己的实力 但最后一次尝试 还是失败了 诺雪说到我本以为会受到系统的制裁 但是却并没有 后来 我便第四 第五次尝试了挑战副本 每一次挑战副本的消耗是固定的 但是不论我挑战失败多少次 都不会受到系统的死亡惩罚 甚至是过了几年 等到你们这一批新的玩家出现 永恒世界迎来更新的时候 我也没有遭到时间之神的追杀 听言 张星月若有所思地问道 会不会压根就不存在时间之神追杀 不 这是存在的 诺雪回忆到我曾亲眼看到 跟我同一批次的玩家 他们没能通过副本 最后遭受时间之神的追杀 有好多人 就死在我的面前 回想起刚不久 在时光之城里杀死的金色ID 荣耀王者十级的boss时间之神 张星辰心有余悸 以时间之神那么强大的实力 一般玩家一旦被盯上 的确没有逃脱的可能 顿了顿 诺雪接着说道 但时间之神 唯独没有对我动手 起初我也觉得奇怪 后来想到 可能正是因为我的副本被下了咒印 受到这个咒印的影响 而导致我可以无限次攻略时光之城 不会受到系统的制裁 同时也不会遭到时间之神的追杀 所以 副本的难度被加大 我也算是因祸得福 后来 便一直在终极世界待到现在 期间我一直在亡灵圣殿这边任职护法 至此 水落石出 真相大白 虽然结果 让人一时之间有些难以接受 不过细想之后 却又在情理之中 的确 宇宙中存在那么多的世界 张星辰所处的诛天万界 也仅仅只是星海中的一颗 永恒世界 怎么可能只会围绕着一批人转动 它会不停地从各大世界吸引玩家过来 同时 也让张星月意识到一个问题看来 我们得加把劲 努力升级了 赶快到达荣耀王者十级 通关时光之城副本 进入高级世界 这时 张星辰转面看向前方 刚才由诺雪召唤出来的那道银灰色的光幕 转而对诺雪说道 你已经通过副本 拿到时间支持了 去高级世界吧 诺雪却是右手一挥 将光幕取消 对张星辰说道 你帮了我 我也留下来帮你们 张星辰笑了笑 你是认真的吗 你到时候 真要帮我打时光之城 嗯 我知道你不用我帮忙 诺雪倒是清楚自己的定位 就算难度上升十倍 张星辰都能通关的了 而正常人开启时光之城副本时 难度根本不可能会有这么高 到时候 难度缩减十倍 对于张星辰而言 就更容易通关了 诺雪说道 每个玩家 也同时拥有三次 帮助他人进行副本的机会 时光之城对你来说 或许没有任何难度 不过总归有人会过不去的 否则 也不会有七十的人 都会被这个副本刷下来 张星辰这才明白 诺雪的意思 是要留下来 帮助其他人通过时光之城 比如剑阁 清水阁 杀戮者工会的人 还有如今已经归属于 张星辰手下势力的五大族 于是 张星辰便说了句 那就谢谢你了 暂时回到了亡灵圣殿 张星辰目前等级 已经达到荣耀王者八级 按照诺雪所说 只差了二级 便可以开启时光之城副本的挑战 同时 到达荣耀王者十级的话 也可以装备十节者套装 于是接下来 就是以冲刺荣耀王者十级 作为目标 第2816章 迁移领地 接下来的目标 便是冲刺荣耀王者十级 顺带 也升级一下亡灵族的身份 直至现在 张星辰也还是一个初级亡灵 多多少少 是有些磕疹了 不过在这之前 要么是在亡灵圣殿这边攻略桃源村 要么是在对付五大族 张星辰也压根没有时间 去做种族任务 来获取种族声望 提高身份等级 从荣耀王者八级到荣耀王者 十级之间 虽然只有两个等级的差距 不过 张星辰知道 想要跨越这两个等级 也是一个不小的工程 平常杀小怪的时候 那经验条 几乎是动都不带动一下的 张星辰撤回了自家领地亡灵目的 在领地首领身上 领取了各种各样的种族任务 猎杀血狼 替亡灵目的铲除威胁 清理雪人山谷 防止血灾 蔓延亡灵目的 击杀猴王 避免他带领猴群来 亡灵目的捣乱 等等 都是一些相对来说 比较高级的领地任务了 这些任务所需要击杀的目标 也都是荣耀王者级的怪物 击杀低于自身等级的怪物 收益会有所下降 不过 只要是在荣耀王者这个等级领域内 收益下降的幅度 便不会很大 而且当下 张星辰的收益大头 是来自于任务奖励 种族任务的奖励 相对于同等难度的普通任务 那奖励可高太多了 首先 是以猎杀血狼的任务为主 以张星辰当下的实力 对付这些仅有荣耀王者四级 三一家血量的血狼 实在是轻而易举 55一家的伤害 直接在狼群中指导黄龙 由于这些怪物杀伤力太低 根本连接近张星辰的机会都没有 更别提还有机会 能够反攻张星辰 所以 张星辰甚至连触发时间逆流 这个金色珍藏被动技能的机会 都没有 荣耀王者及时间文章的作用 也是在日常战斗中 被发挥了出来 原本 一只荣耀王者四级的小怪 正常时间收益也就50天 张星辰以荣耀王者八级的等级 击杀低于自身四级的怪物 收益降低20 本来是可以获得40天的时间 不过在时间文章 所有时间收益翻倍的效果增幅之下 张星辰最终的单次时间击杀收益 达到80天 这还仅仅只是时间文章的单独效果 等张星辰装备了时节者套装 结合时节者套装同等的时间收益翻倍效果 最终时间收益可达到三倍 还能在现在的基础上 再加40天的时间 所以 张星辰冲刺荣耀王者十级的目的 也是为了装备时节者套装 张星辰也认知到自己目前的输出 最高 也刚好只是够用来秒杀荣耀王者十级的怪物 一旦跨越了荣耀王者这个等级 自己的伤害肯定就不够看了 所以 实力没有尽头 只要活着 就必须要时刻提高自己的强度 而只要达到荣耀王者十级 装备时节者套装 张星辰的实力 就能迎来一波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同时 张星辰也发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 自己的等级已经达到荣耀王者八级 按道理 利用亡灵召唤这个种族技能 可以升级出自身等级加五的骷髅 可是 骷髅兵团的等级 依然是定格在荣耀王者十级 已经没法再继续提升 张星辰便问到 诺雪荣耀王者级之后 是什么等级 诺雪摇了摇头我也不清楚 因为受到终极世界的局限 我在几年前 升到荣耀王者十级之后 等级就一直没再提升过 一直被卡在荣耀王者十级 如此看来 想要接触下一个等级 就必须要冲破终极世界 进入到高级世界了 所以 张星辰的骷髅兵团 也是受到了终极世界的局限 而卡在荣耀王者十级 无法继续升级 那就到时候 去了高级世界 再一探究竟吧 除了张星辰之外 其他人也都在努力地杀怪 做任务 升级 目前 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民升级的阶段 自从张星辰干掉五大族的首领 重新整顿五大族之后 三大组成的玩家们 都像是脱离了魔爪 重获自由 张星辰成为了玩家们眼中的英雄 至于斩神王 斩神杰 与斩神雪他们 之前暗中帮助张星辰 对抗五大族有功 也算是将功赎罪 张星辰没再计较他们此前的过错 可以给他们留一条活路 只是下令他们 无法再重新组建斩神工会 通过不断地斩杀怪物 执行种族任务 收集种族声望 张星辰的身份品级 也在不断地提高 从零阶初级亡灵 逐步提升到初级一阶 初级二阶 初级三阶 到了初级亡灵这个阶段 每次升级 都可以获得二权属性的提升 张星辰仅用了一天时间 通过连续完成十几个种族任务 不仅将自身等级升到了荣耀王者九级 同时 也是将亡灵族身份等级 提高到了十阶初级亡灵 初级之后 便可以进入到中级 不过前提 是需要领地等级提升到中级 目前 亡灵墓地还是一座初级领地 意味着张星辰的最高身份等级 不可超过初级亡灵 升级亡灵墓地 又是一个大工程 太繁琐了 这时 诺学给了张星辰一个意见 你迁移到亡灵圣殿吧 作为亡灵族的 一座最高等级圣域级领地 至少以后 可以不用考虑等级局限这个问题 听言 张星辰有些不敢相信 可是 你之前不是说过 身份等级相差太大 是不能随意迁移领地的吗 我区区一个初级亡灵 能够进入到圣域级的亡灵族领地 诺学迟一片刻 说到你的等级虽然是初级亡灵 但你的真正实力 已经完全不亚于一名圣域级亡灵 亡灵族最注重的是实力 等级只是次要的 我去找城主提及一下 应该会通过的 张星辰惊喜之余 有些担忧城主会答应吗 放心吧 诺学打包票到 我是亡灵圣殿第一护法 以我在亡灵圣殿的地位 克迪亚会给我这个面子的 第2817章 克迪亚的考验 好家伙 诺学居然直护亡灵圣殿店主 克迪亚的大名 由此可见 诺学在亡灵圣殿的影响力 还真是不一般啊 确实 张星辰也必须得更换一座 更有保障的高级领地 否则身份等级 一直要与领地等级挂钩 长期如此 这也是一件麻烦事 在升级自身等级的同时 张星辰还得关照着领地等级 M M 在亡灵族 圣域级的领地 已经是最高级的领地 如果能够加入亡灵圣殿 张星辰以后 就再也不需要为领地等级而发愁 可以自由地提高自身的亡灵等级 目前还不知道 等离开中级世界 前往高级世界之后 会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 提前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还是有必要的 这时 诺学对张星辰说到那 我们现在就过去一趟吧 好 于是 诺学召唤出九天玄鸟 二人乘着九天玄鸟 便朝着亡灵圣殿的方向赶去 此时 正好刚从野外杀怪收割一波 回到亡灵墓地的幽冥 呆愣地站在原地 看着已然离开亡灵墓地 飞升前往亡灵圣殿 准备深造的张星辰 顿时陷入了沉默 抵达亡灵圣殿 诺学第一时间 便找到了亡灵圣殿的店主 克迪亚 克迪亚一看到诺学 就激动得不行 哎呀我的大小姐 这几天你都去哪了 怎么都不着家呢 我们亡灵圣殿这些天 可遇到了不少的事情 真是火烧眉毛啊 克迪亚来到诺学的跟前 一脸愁容地看着诺学 说到我们亡灵圣殿 没你还真是不行啊 抱歉店主 这几天有点私事 克迪亚说到无妨无妨 过去的事就不说了 既然你回来了 那就赶快帮我一下 把咱们圣殿近期正面临的危机 都给解除了吧 诺学倒是不慌不忙 对克迪亚说到店主 我这有个朋友 能否批准一下 让他加入我们亡灵圣殿 哦 克迪亚显然还没有注意到 墨雪身边的张星辰 毕竟一个小小的出击亡灵 还不值得被他放在眼里 便有些兴奋地问道 你的朋友 应该很厉害吧 等级在圣玉级之上 莫非是永恒 不朽级的亡灵 那可太好了 我们亡灵圣殿 又即将新增一元强者 墨雪略显尴尬 呃 他的品级没有您想象中的这么高 不过他的实力 也绝对远超您的想象 说着 诺雪指着身旁的张星辰 接着对克迪亚说了一句 我的朋友 就是他 顺着诺雪的目光 看向张星辰 当克迪亚发现诺雪所说 想要加入亡灵圣殿的朋友 居然只是一个出击亡灵时 顿时大跌眼镜 不是 诺雪护法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一个出击亡灵 你想让他加入我们 圣玉级的亡灵圣殿 诺雪解释到 他的等级虽然不高 不过他的实力的确很强 甚至连我都不是他的对手 克迪亚又仔细地 看了一眼张星辰 若有所思地说道 我是不是见过你 啊 我想起来了 前段时间 你来我们亡灵圣殿身 请过领地升级证明批准 当时有四位竞争者 你是其中之一 想到这里 克迪亚更加的气愤了 所以说 你还只是一个 刚刚从剑袭击 踏入到初级的新人 克迪亚把诺雪拉到一旁 不是我说你啊 你怎么什么人多 我们亡灵圣殿啦 虽然我的确很器重你 亡灵圣殿也是没你不行 但我们亡灵圣殿 不是福利院啊 短期的还好 你让一个刚入初级的亡灵永久性 入住我们圣域级的亡灵圣殿 虽然影响倒也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你让我如何服众啊 我们亡灵圣殿里集结的 全部都是圣域级之上的亡灵族贵人 他们之中 有多少的家人 因为等级不够 而被我拒之门外 没能让他们的家人 都入住亡灵圣殿 正因为 我们亡灵族有规章制度 等级不够的人 是不能够入住高级领地 否则就会打乱整个亡灵族的秩序 我若是把这个初级亡灵放进来 你让我怎么跟他们去解释 他们会感到不公平 最后还如何幸福我这个殿主 那我今后 还怎么在亡灵圣殿树立为言 诺学反驳道 我们亡灵圣殿 不是还有一项规矩 是以实力为主吗 当初我能凭借高级亡灵的身份 就进入到亡灵圣殿 您不也是看中我的实力 可事实证明 我当初的眼光并没有错 你凭借着初众的实力 一步步走上了亡灵圣殿 第一护法的位置 同时也用你的实力 征服了亡灵圣殿所有的人 连他们对你都无话可说 我还能说什么 除非你的这个朋友 也跟你拥有一样的潜力 不 诺学说到他的潜力 比我更高 每一等克迪亚开口 诺学接着说到殿主大人 您可以测试一下他的能力 看看他是否是我们亡灵圣殿 所需要的人才 看到诺学如此强烈地 引荐张星辰 说到好 那就看在你的面子上 我先给他一个机会 诺学欣然一笑谢谢殿主 诶 别谢得太早了 克迪亚说到我只是 给他一个机会 至于能否掌握得住这个机会 还是得看他自己 如果他抓不住这个机会 那我也没办法了 诺学笑而不语 他自然是知道 以张星辰的实力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紧接着 克迪亚来到张星辰跟前 对张星辰说到 我们亡灵族的任何一位勇士 都值得被敬重 首先 我并没有看不起 你的意思 只是因为你的等级实在太低 严重不符合我们 亡灵圣殿的入住要求 不过 看在诺学护法的面子上 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如果你能通过我的考验 我便能破格让你入住亡灵圣殿 张星辰 陈英允到殿主大人请吩咐 第2818章 B级种族任务 事实证明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而责任越大 地位就越高 诺学几句话 就把克迪亚给说服了 说明克迪亚 也是真的惹不起诺学 他害怕 不答应诺学的话 诺学就要跑路了 亡灵圣殿 显然不能没有诺学 M 于是 克迪亚对张星辰说道 如果你能顺利完成我 下达给你的这几个任务 我就准许你加入亡灵圣殿 随着克迪亚话音刚落 张星辰的面前 谈现出好几道状态篮 丁 是否接受亡灵族专属种族任务 清理门户 丁 是否接受亡灵族专属种族任务 消灭巨兽 丁 是否接受亡灵族专属种族任务 抵御外袭 丁 是否接受亡灵族专属种族任务 致命入侵 丁 面前一下子弹出六个状态篮 六个种族任务 好家伙 张星辰猜想 这些应该就是刚才 克迪亚见到诺雪时 所说的亡灵圣殿 目前正在面临的一些危难吧 克迪亚 这是把亡灵圣殿的所有烂摊子 全都甩给了张星辰 亡灵族的种族任务 是按照DSSS级来区分难度 在此之前 张星辰所接触过的种族任务 最高难度也才只是D级 没想到这几个任务 居然最低都是B级上等的 对于张星辰来说 直接是迎来了一个巨大的跨度 不过 张星辰也正需要这些种族任务 来收集种族声望 提高自身的身份等级 而且 难度越高的任务 也意味着奖励越高 张星辰正合我意 于是 张星辰毫不犹豫 将六个任务全部接受 随意点开一个任务看了一下 消灭巨兽 亡灵族种族任务 任务难度 B级上等 任务内容最近 亡灵圣殿东部 来了一群黑暗巨兽 他们一直潜伏于黑暗之中 对着亡灵圣殿虎视眈眈 终有一天 他们必定会对亡灵圣殿发起突袭 给亡灵圣殿带来巨大的威胁 作为亡灵圣殿的一员 请你前往那些黑暗巨兽 所潜伏的黑暗之地 杀死他们 为亡灵圣殿消除祸患 任务时间三天 任务奖励未知 单看任务的描述 目前还看不出来 任务的具体难度 不过 B级上等的种族任务 肯定是没有那么容易完成的 这时 克迪亚又突然对着张星辰 接着说道 当然 不是我苛刻 希望你能明白 我给你的这几个任务 都有一定的难度 也正因如此 我们亡灵圣殿内的亡灵 大多都难以完成得了 如果你能完成 那么就证明 你有高于他们的实力 那么到时候 不需要我多说什么 他们都会认可你 张星辰点了点头 嗯 我明白 多谢店主大人 给我的这次机会 顿了顿 克迪亚接着说道对了 这些任务 你必须得单独完成 不能借由诺雪护法的帮助 这些任务 是需要彰显出你的个人实力 不得借助任何外力的帮助 必须由你亲自完成 才能算数 张星辰再次应允好 我明白 说吧 与克迪亚告别 诺雪跟随张星辰一起离开 随着二人刚刚告别克迪亚 便有两名亡灵族者 跟上了二人 诺雪自然明白 这是克迪亚 故意派来盯着自己 防止自己给张星辰 帮忙执行任务的 诺雪便无奈地 对张星辰说道对不起啊 看来这些任务 我都帮不了你了 张星辰看了眼诺雪 倒是显得有些 不以为意地说道怎么了 你这是不相信我的实力吗 放心吧 我能完成 不用你的帮忙 顿了顿 张星辰接着说道这些天 你也辛苦了 歇息下 诺雪说道呢 祝你成功啊 离开了亡灵圣殿 张星辰竟直赶往 亡灵圣殿东部的黑暗之地 而克迪亚派遣的 那两名亡灵族者 也依然在后面 悄悄跟随着张星辰 他们自以为自己藏得很好 实际上张星辰 早就发现了他们 不过 张星辰倒也没有表现出来 让他们盯着 反而更好 省得到时候 自己完成了这些任务 克迪亚说他请了外援 很快 张星辰到达了目的地 放眼前方 一片被黑暗 所笼罩的禁地之内 不断传来猛受咆哮的声音 黑暗正在向着 亡灵圣殿的方向蔓延 按照这个趋势 要不了多久 这片黑暗 的确将要笼罩亡灵圣殿 除此之外 黑暗之地内 依稀能够听到一阵打斗的动静 怎么 已经有人在这里了 难道是玩家 不过根据地图来看 这个黑暗之地 乃是一个高达荣耀王者 时级的地图 现阶段 应该没有哪个玩家 赶到这里来练几吧 如此想着 张星辰便踏入了黑暗之地 黑暗之地中 果然正看到有一群人 正在跟身高足有四五米 全身黑色的超级四族巨兽之间 展开激烈的战斗 那巨兽 正是黑暗之地的霸主 也是张星辰此行 所需要击杀的目标 荣耀王者十级的黑暗巨兽 而正在与他们交战的 则是一群身着盔甲的人 看起来像是一群玩家 不过他们身上的铠甲 与张星辰在亡灵圣殿内 看到的亡灵祖者如出一辙 并且他们的盔甲之上 都有一道魔剑印记 那是亡灵圣殿的特有印记 每一位亡灵圣殿的人的身上 都有这么一道印记 包括诺雪 所以 他们是亡灵圣殿的人 大概也是被克迪亚派来消灭 这些黑暗巨兽的 毕竟不把这些黑暗巨兽消灭的话 他们要不了多久 就会开始侵略亡灵圣殿 给亡灵圣殿带来巨大的威胁 目前可以看到 偌大的黑暗之地内 大约有十几个亡灵祖者 看来 亡灵圣殿当前是真的正在面临一场巨大的灾难 不知道为什么 这些灾难都集中到了一个点上 在同一个时间段 光顾亡灵圣殿 导致应对这些黑暗巨兽 亡灵圣殿 居然只能派出来这么一点人 第2819章 人不可冒相 海水不可抖凉 亡灵圣殿里的人并不少 只不过 目前亡灵圣殿所面临的 来自于四面八方的危机 实在太多 导致再多的人手 也显得有些不大够用 前方 那十几个亡灵族的人 正与黑暗巨兽激烈交锋 他们 全部都是圣玉级的亡灵 按照等级 亡灵族可划分为 剑袭 初级 中级 高级 神级 超神级 圣玉级 永恒 不朽等 虽然在亡灵圣殿这个地方比较常见 但能够达到圣玉级的亡灵 放在整个亡灵族来看的话 那可都是治强者了 M W M 然而 他们对付起黑暗巨兽来 并不轻松 或许是因为 这里的黑暗巨兽 数量太多的关系 此刻 他们十几个人 正在被好几十头黑暗巨兽围困 他们的攻击 不足以对黑暗巨兽 造成致命的威胁 纵然十几个人联手 战斗也十分艰难 张星辰看了一下 这些黑暗巨兽的数据 作为荣耀王者这个等级的天花板 这些荣耀王者十级的黑暗巨兽 拥有着五亿的血量 所幸 还在张星辰的伤害范围之内 对于张星辰来说 应该还是很好对付的 正当前方那十几个亡灵组者 正与兽群展开交战之时 突然 不远处又有一股兽群 悄然逼劲来 看到这一幕 张星辰明白自己不得不出手了 否则 那些人就会有生命危险 毕竟都是将来在一个单位工作的同事 还是有必要提前跟同事们搞好关系的 免得以后被某人穿小鞋 于是 张星辰提起神火箭 向着前方靠劲去 作为亡灵圣殿的人 那群亡灵也的确有点实力 他们费了点功夫 才算是解决了眼前大部分的黑暗巨兽 剩余的一小部分 看起来马上就能解决 趁着战斗稍微缓和了一点 此时 其中一名身着银色铠甲的亡灵 注意到了这边 正在靠近过去的张星辰 立马跟队友们汇报 嘿 老大给我们派支援了 不是吧 就派了一个人过来 这也能算支援 关键这唯一派来的一个人 还是个初级亡灵 有没有搞错 我们亡灵圣殿能 容纳得了初级亡灵 这显然不是我们亡灵圣殿的人啊 其他地方来的吧 初级亡灵竟然赶来这种地方 这家伙怎么想的 还不快走 找死 说着 似乎是看在同位亡灵族者的面子上 那群亡灵族者们 好心提醒着张星辰哥们 去低级的地方吧 这不是你能来的地方 这里的荣耀亡者十级黑暗巨兽 能一巴掌秒了你的 快离远点 话刚说完 吼吼吼吼 伴随着一阵咆哮 后方突然一大群黑暗巨兽飞扑过来 一下子将那群亡灵族者扑倒在地 在联合附近的一些黑暗巨兽 对亡灵族小队造成压制 场上的局势 瞬间发生巨大逆转 靠 这帮老六 这黑暗巨兽也太厉害了 主要是我们人手不够啊 他们数量太多了 我们应该再多点人过来的 想不到我一世英明 最后竟然要栽在这种地方 完了完了 这次是真的完了 要死了呀 正当那群亡灵族者哭爹喊娘 以为自己就要完蛋的时候 哗 一道强力的金色剑光席卷而过 顿时贯穿人群 一并从那些黑暗巨兽体内穿透而过 下一秒 一大片高达55一家的巨额伤害 从黑暗巨兽头顶跳跃而起 紧随其后 场上几十只黑暗巨兽 全部倒闭在地 那些原本陷入困境的亡灵族者 看到眼前一幕 纷纷一阵诧异 环顾着周身倒闭在地上的黑暗巨兽尸体 众人面面相去 怎么回事 刚才发生什么事了 他们怎么一下子全死了 谁这么厉害 把他们全干掉了 言语声中 众人的目光 情不自禁地转移到了后面不远处 手中正握着常见的张星辰身上 该不会 是他吧 你在逗我 一个初级亡灵 能秒杀这些黑暗巨兽 连我们圣玉级的人都做不到 他能有比我们还强的实力 这时 张星辰对着 那帮人说了一句不用怀疑 就是我 此话一出 引得众人一阵沉默 我不信 除非你再给我掩饰一遍 张星辰握着神火箭 向着前方迈进 正好此时 前方又有一大群黑暗巨兽 铺天盖地板奔腾而来 吼吼吼吼 响彻云霄的咆哮声中 面对着气势如此磅礴的兽群 纵然是连那些圣玉级的亡灵们 都感到有些惧怕 张星辰却是助力于前方 临危不乱 只带那群黑暗巨兽靠近过来 哗擦 手起箭落 一记剑影杀士放出一道剑影 朝着前方席卷去 当剑影从为首的 一只黑暗巨兽体内贯穿过之时 高达53亿的伤害 瞬间一下清空 其头顶满格的血条 下一秒 哗哗哗哗 好几十道剑影 赫然朝着四面八方分散而去 瞬息之间将以那只黑暗巨兽为核心的半径50码范围内 所有黑暗巨兽全部秒杀 请客 一大波的黑暗巨兽 全部倒在地上 化作一堆尸体 张星辰有些意外 一发入魂啊 居然一次就触发了杀戮 蓝色品质杀戮 单体攻击时有05几率触发AOE伤害 因此 一个剑影杀 变成了群攻技能 之前由于场面混乱 没人注意到 此时 亲眼看着张星辰 一剑顺杀掉几十头黑暗巨兽 顿时那群亡灵族者 纷纷被震惊到目瞪口呆 这 这 这家伙居然这么强 所以说 刚才干掉前面那批黑暗巨兽的人 真的是他 众人一脸的匪夷所思 可是 他明明只是一个初级亡灵 他是怎么做到 实力远超我们这些圣域级的人呢 上一次见到等级与实力如此不匹配的 还是几年前 诺雪护法第一次刚到我们亡灵圣殿的时候 这个人的身上 好有诺雪护法的影子 海水不可抖凉 第2820章 清理门户 随着张星辰一个技能 顺杀掉大范围内几十头黑暗巨兽 顿时 在场的那十几个亡灵族者 纷纷目瞪口呆 在他们的印象中 本以为张星辰就是一个弱不经风 不堪一击的初级亡灵 然而张星辰所展现出来的真实力量 却是让他们怀疑人生 怎么可能 这 真的是初级亡灵 初级亡灵居然能拥有这么强大的实力 我好像在他的身上 看到了诺雪护法的影子 不 他的潜力远在诺雪护法之上 当初诺雪护法 刚来亡灵圣殿的时候 也不过如此 张星辰倒是没有跟这帮人废话 他的任务 是需要清除掉 这片黑暗之地内 所有的黑暗巨兽 于是 张星辰抄着神火箭 就开始在黑暗之地内 展开了杀戮 这些黑暗巨兽 虽然都已经达到荣耀王者及天花板 但对于一击就足以将他们秒杀的张星辰来说 杀他们 就像踩死一群蚂蚁一样简单 纵然杀戮的品级还不高 当前蓝色品质下 也只有05的触发概率 暂时还无法将这个技能作为主力 频繁地发动AOE伤害 不过利用这些单体技能进行击杀 来缩短剑气爵的CD 使得原本拥有45秒CD的剑气爵 在张星辰手中 几乎每三四秒钟就可以释放一次 很快 便杀够了50只黑暗巨兽 通过从他们身上收取到的灵魂 张星辰释放亡灵风暴 哗啦啦 几十道亡灵环绕于张星辰周身 形成一道巨大的风暴 并开始自动追击周围靠近过来的敌人 亡灵风暴单次三亿加的伤害 不足以直接对那些黑暗巨兽造成击杀 不过每两次攻击便可以完成击杀 也足以将那些黑暗巨兽 拒之门外 使得他们连靠近自己的机会都没有 开启亡灵风暴之后 几乎也就不需要自己再亲自动手 任由亡灵风暴将那些黑暗巨兽收割 张星辰只需要沿着黑暗之地前行 不断地吸引黑暗巨兽的仇恨 这一幕 把前面的那几个亡灵族者惊呆 张星辰的杀伤力爆炸程度 再次超过了他们的想象 黑暗之地内的黑暗巨兽 数量并不少 张星辰在火力全开的状态下 将他们疯狂收割 却也依然见得源源不断的黑暗巨兽 从四面八方接近而来 他们犹如飞蛾扑火 前扑后继 在杀戮的过程中 张星辰便贪婪地吸收着经验 时间 顺手拾取他们死亡掉落的战利品 并且将狩猎服调整为自动使用模式 只要杀死一只黑暗巨兽 就自动消耗一张狩猎服 进行狩猎 这当然也是为SS级宠物弹 做最后的SS级冲刺准备 于是 在张星辰的大肆屠戮之下 前后也只是二十几分钟的时间 便几乎将整个地图都轻刷完毕 放眼望去 直见的四面八方 偌大的黑暗之地内 随处可见黑暗巨兽的尸体 而唯独不见一只活着的黑暗巨兽 与此同时 一道悦耳的系统提示传落耳边 丁恭喜你完成B级上等种族任务 消灭巨兽 这么轻松 就完成了一个B级上等的种族任务 张星辰不禁有些失望 这B级的种族任务 完全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种难度吗 一点挑战性都没有 张星辰一声吐槽 便转身离开了黑暗之地 殊不知 他的这句轻描淡写的吐槽 已然对附近不远处的那群亡灵族者 带来了一万点暴击 他们就是起初在这片黑暗之地里 猎杀黑暗巨兽的圣域级亡灵族战士 在张星辰到来之后 也并没有撤出黑暗之地 而是协同张星辰一起 在这片黑暗之地里 猎杀黑暗巨兽 尽管在张星辰出手之后 他们几乎就没有吃菜的机会 只能跟着张星辰后面喝点汤 完成了消灭巨兽这项任务 张星辰接着开始执行下一项挑战 目前所领取的六个种族任务里面 其中有四个都是B级上等 还有两个是A级下等 张星辰便优先是以B级上等的任务 作为目标 这些任务的性质都一样 就是到达一个指定的地图 猎杀其中的怪物 而这些地方的怪物 大多都是对亡灵圣殿具备威胁的 并且张星辰每到达一个地方 都能看见不少的亡灵族者 正在对抗着其中的怪物 他们对付起这些怪物来 都显得有些吃力 并没有张星辰这么容易 直到张星辰出手 在极短的时间内 将地图中所有的怪物全部收割 于是 丁恭喜你完成B级上等种族任务 抵御外袭 丁恭喜你完成B级上等种族任务防卫计划 丁恭喜你完成B级上等种族任务 两个小时 四个B级任务已经全部完成 张星辰并没有急着回去提交任务 而是继续准备执行剩下来的两个A级任务 张星辰心中默想 希望接下来的这两个A级任务 能有一点难度 否则从头到尾过于平淡 也太没有挑战性了 张星辰便赶往A级下等任务清理门户的地点 不远处 由克迪亚派来负责钉烧的那两个亡灵组者 连续跟了张星辰四场任务 也都是被张星辰所展现出来的强大实力 给震撼到怀疑人生 怪不得诺雪护法说 这家伙的实力 在他之上 如此看来 他是真的比诺雪护法还要强啊 那我们接下来 还要继续盯着他吗 不用盯着了 这还有什么好盯呢 他这实力 压根就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忙 一个人便能轻松搞定店主下达的所有任务 我们撤 说着 二人便转身离开 没再继续追踪张星辰 另一边 张星辰循着任务指引 抵达了一座废弃的荒城 这次的任务清理门户 有点特殊 根据任务上的描述 是说 有一部分亡灵组者受到魔物的蛊惑 加入了魔剑 张星辰的任务 是需要将这些叛徒铲除 也就是说 这次的敌人不是怪物 而是跟自己一个队列的亡灵组者 第2821章 实力改变命运 当张星辰抵达这座荒城之时 只见得城外 驻守着一队某种人士兵 他们外形酷似人类 身上散发着一阵黑色的气息 仅仅守在城门之外 此时此刻 似乎城内正在进行着某种不可告人的勾当 而他们 则是负责放风的 张星辰可不管那么多 抄着神火箭 便向着荒城靠近过去 那群驻守在城外的某种人 发现有人接近 立马打起警惕 他们抄起手中的电棍 便向着张星辰靠了过来 只待他们靠近攻击范围之内 张星辰抬起神火箭 华擦 一箭驻地 金色剑气诀 向着四面八方绽放开来 瞬间将那群某种人吞噬 高达55亿的伤害 从他们头顶爆炸开来 瞬息之间便将他们全部秒杀 然而 片刻之后 那些被杀死的某种人 居然又死而复生 全部从地上爬了起来 看到这一幕 张星辰危敢诧异 看来这个A级任务 难度的确有所上升了 不错 有点意思了 纵然他们二次复活 张星辰也不介意 将他们二次斩杀 剑气诀处于冷却阶段 张星辰便利用亡灵风暴 将那些某种人收割 二次死亡之后 那些某种人便没有再继续复活 显然 他们的复活能力 都只能发挥出一次效果 清理了这些门位之后 张星辰便顺着城门 顺利进入了荒城之内 与此同时 在这座城池之内 果然正在秘密 进行着一场会议 而在召开会议的 正是一大群亡灵族叛军 他们原本都是亡灵圣殿的士兵 圣域级的亡灵 受到魔戒的蛊惑 如今已经加入了魔戒 与这帮某种人结盟 共同召开会议的 还有某种人精英 亡灵族叛军 正在为某种人 规划亡灵圣殿的城防布局 将所有关于亡灵圣殿的信息 全部通告给某种人 看样子 他们正是在为进攻亡灵圣殿 而做准备 看到突如其来的张星辰 那群亡灵族叛军 与某种人将士 迅速起身 什么人 你是怎么闯进来的 张星辰并未说话 直接持着神火箭 二话不说 向他们发起攻击 面对冲锋而来的某种人 张星辰利用亡灵风暴 将他们击杀 果然 所有的某种人 都具有复活能力 死亡片刻 那些某种人便二次复活 张星辰便使用剑气绝 将他们二次灭杀 紧随其后 那些亡灵族叛军 也抄起剑刃 杀了过来 面对背叛了亡灵族的敌人 张星辰毫不心慈手软 冲锋过去 自身的攻击 加亡灵风暴的双重打击之下 将那十几个亡灵族叛军杀死 当然 城内的叛军 以及某种人 并不止这么一点 刚刚解决掉这批某种人与叛军 附近的其他某种人 便听到动静 纷纷向着这边聚集而来 很快 张星辰便陷入了包围 一个亡灵族叛军 识别出了张星辰的身份 指着张星辰喊道 这家伙 是亡灵族的 他一定是亡灵圣殿店主 克迪亚派来的 他现在已经知道了 我们的基地位置 绝不能让他活着回去通报信息 否则我们的处境就暴露了 杀了他 随着那亡灵族叛军一声令下 周围 大量的叛军与某种人 纷纷向着张星辰发起围攻 张星辰临危不乱 直接召唤骷髅兵团 刷刷刷 武师之荣耀王者十级的骷髅战士 骷髅法师与骷髅弓箭手 受到张星辰的号召出现 当即发起冲锋 与对阵的亡灵族叛军 跟某种人展开了厮杀 与此同时 张星辰也没有闲着 席卷着亡灵风暴 杀入敌群 相对于B级上等的任务来说 这A级下等的种族任务 难度是高了一些 但对于张星辰来说 无伤大雅 并没有费多大劲 张星辰便联合骷髅兵团 将偌大的城内 所有的亡灵族叛军与某种人 全部杀死 丁恭喜 你已完成A级下等种族任务 清理门户 如此一来 便只剩下最后一个任务了 同样也是A级下等的任务 张星辰花了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将其完成 于是乎 到现在为止 克迪亚下达的六个种族任务 便已经全部完成 任务所给予的时间为三天 结果 张星辰只花了半天时间 都不到 就把所有任务全部完成 张星辰 这也算是超额完成业绩了 结束六个任务之后 张星辰便回到了亡灵圣殿 早已从那两个负责丁梢的亡灵族折口中 得知了张星辰的实力强度 当张星辰凯旋之时 克迪亚看到张星辰的第一眼 便轻身前来迎接 欢迎英雄归来啊 克迪亚此时此刻对待张星辰的态度 与之前直接来了的360度大逆转 在这个世界 真的就是力量改变命运 实力决定一切啊 克迪亚看着张星辰 有些激动地说到想不到 你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完成了我交给你的所有任务 你的实力强度 简直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真想不到 你一个刚刚踏入初级门槛的小亡灵 居然能够拥有如此强大的实力 与前置 克迪亚看着张星辰 目前才只有十阶初级亡灵的品级 感慨到如果你能到达圣域级 或者是永恒级 你的实力必将比现在 还要强大好几倍 张星辰谦虚到店主过奖了 在克迪亚眼中 张星辰已然成为了亡灵圣殿的英雄 与希望 你一举为我们亡灵圣殿 消除了六个威胁 实属功不可没 看来这一次 我们亡灵圣殿 在你还有诺雪的辅佐下 一定可以度过危机了 随着克迪亚话音刚落 张星辰打开任务列表 准备提交任务 虽然执行这些任务 是为了向克迪亚 证明自己的实力 向他证明自己 有加入亡灵圣殿的潜质 不过不得不说 这些种族任务 也是张星辰发财致富的关键 然而 正当张星辰准备提交任务 获取奖励的时候 却像是突然间想到了什么 又放弃了提交任务 第2822章 终极亡灵 对于张星辰准备提交任务 却又突然放弃提交任务的这个举动 一旁的诺雪感到有些不解 便看着张星辰问到怎么了 为什么不交任务 再等等吧 张星辰想着这六个任务的奖励 纵然不低 但张星辰有个办法 可以在这些任务奖励的基础上 继续加大奖励 让奖励变得更为丰厚 也就是实节者套装 实节者套装所拥有的三大附加效果 其中之一 装备者的时间收益提高100 与时间文章的效果 可以叠加生效 如果现在提交任务 张星辰只能获得 时间文章的双倍时间增益效果 将时间收益提高为两倍 但如果等到装备上 实节者套装之后 再提交任务 那么便可以将时间收益 提高到三倍 两倍与三倍之间的差距 可就大了 而张星辰目前的等级 为荣耀王者9级 32的经验 距离荣耀王者10级装备 实节者套装 也仅仅只有一步之遥 所以 将收益最大化的办法 还是先去杀怪练级 等升到荣耀王者10级 换上实节者套装之后 再来提交任务 反正任务总计有三天的时间 这才过去半天 压根不着即交 任务的的确却已经完成 克迪亚也没有什么好怀疑的 他选择遵从张星辰的想法 只要在任务允许的时间之内 他任何时候想要提交任务 都可以 而这时 诺雪则是对克迪亚说到殿主大人 既然一诺倾城 已经按照您的要求完成了任务 那么 获得诺雪的提醒 克迪亚点点头道 当然 我说过的话 一定不会食言 说着 克迪亚看向张星辰 说道勇士 我现在正式邀请你 加入我们亡灵圣殿 成为亡灵圣殿的 一位永驻成员 你是否愿意 张星辰欣然道 我愿意 于是 克迪亚便拿出一张卷轴 交给张星辰 看到卷轴 张星辰突然想起 之前诺雪交给幽冥的那张卷轴 幽冥的领地被毁 为了加入张星辰的领地 他也是去完成了卷轴上的任务 张星辰便若有所思地说道 是不是只要完成这个卷轴上的任务 就可以获得 加入亡灵圣殿的资格 不不不 克迪亚说道这是高阶卷轴 不需要通过考验 你只需要使用 即刻就会生效 张星辰接过卷轴 当场将其捏碎 下一秒 卷轴之内 飘逸出阵阵金色的星光 落在张星辰的身上 在金光的沐浴之下 张星辰感觉全身上下 一阵舒爽 与此同时 悦尔的系统提示 从天而降 丁恭喜你已更改驻地 原驻地初级亡灵族领地亡灵墓地 已不再作为你的驻地 你的驻地已更改为亡灵族圣域级领地亡灵圣殿 即刻起 你死亡将会被传送到亡灵圣殿复活 你的身份 等级上限已解除 通过之前在亡灵墓地那边执行的一些低级种族任务 张星辰收获的声望 早已用来将等级提高到十阶出级亡灵 就是因为受到亡灵墓地的等级局限 导致张星辰 无法突破出级亡灵这个等级 如今 等级限制解除之后 张星辰的身上 直接一道金光闪过 丁恭喜你升级为终级亡灵 获得加成全属性加二十 当前阶位为灵阶 每次突破一个大等级 都会获得大量的全属性加成 而小阶位的提升 加成幅度远没有那么高 根据上面的显示 中级亡灵 每次升阶可以固定获得三全属性提升 从中级亡灵灵阶到十阶 还可以获得三十全属性加成 这强大的加成效果 也是一下子提高了张星辰提升等级的欲望 张星辰检查了一下自身状态 可惜 纵使突破到中级亡灵 身上也依然没有生长出新的血肉 还是一副骷髅架子 显然 是需要更高的等级 才能生长出血肉 而提升亡灵等级的途径 就是通过执行种族任务 来获取声望 于是 张星辰看向克迪亚 问道 店主大人 您这里还有其他的任务 需要我来完成吗 任何任务 我都可以替您分担 克迪亚似乎等的 就是张星辰这句话 他有些振奋地对张星辰说道 你有这份干净与动力 那可真是太好了 最近魔界怪物横行 我们亡灵圣殿四面受敌 本身人手就不太够用 又有不少的同胞 受到魔界的蛊惑 背叛了我们亡灵族 加入了他们麾下 导致我们的战备力量 变得更加薄弱 本来 我都已经没有办法 可以对付他们了 既然如此 我便将这些任务 交给你们两个去处理 张星辰英允倒没问题 不论多少困难 我都可以解决 于是 从克迪亚的身上 张星辰一下子 又领取了十几个种族任务 清一色 都是从B级至A级不等的任务 这些任务 放在这个阶段 都已经是属于 比较珍贵的稀有任务了 诺雪那边 也领取了好几个任务 领取任务之后 俩人便一同离开了亡灵圣殿 由于任务各不相同 在离开亡灵圣殿之后 二人便分道扬镳 各自执行自己的任务 去了 从初级亡灵 突破到终极亡灵之后 获得二十全属性提升效果 也使得张星辰的战斗力 获得了一定的提升 主要从伤害体现 张星辰的伤害 从之前的五十五亿左右 跃升到了现在的六亿加 用来对付那些 仅有五亿雪梁 不到的荣耀王者十级怪物 实在绰绰有余 保持着半个小时左右 一个任务的速度 一天时间不到 张星辰就完成了 十几个种族任务 加上之前的六个 任务列表里 一下子出现了十八个已完成 代替焦状态的种族任务 也着实令人兴奋啊 而在执行这些任务的过程中 通过杀怪 张星辰也如愿以偿地 升到了荣耀王者十级 终于 可以装备十节者套装了 第2823章 高级亡灵 血肉重塑 完成最后一个任务 回往亡灵圣殿的途中 张星辰检查了一下 今日份的收益 除了是将等级提升到 荣耀王者十级之外 还通过杀怪 收获了大量的金币 装备 另外 通过狩猎服狩猎道的战宠 全部用来给宠物弹吞噬升级 也让宠物弹的成长度达到了72 眼看着宠物弹一天天成长 张星辰也越发期待 他从SS级成长到SSS 到时候给自己带来一头 SSS级战宠的那一刻 再者 就是时间方面的收益 总计收获时间 多达6000年 这是在时间文章的 双倍时间增益之下的结果 如果没有时间文章 张星辰的时间收益 应该是为3000年 在这个世界 越到后期 时间收益率就越大 W M 这是这个世界的定理 眼看着距离一百万年 这个时间越来越近 张星辰也越发期待 时空列车重启的那一天 在等级到达 荣耀王者10级之后 张星辰就迫不及待地 装备了实截者套装 实截者套装 本身就是金色品质 通过张星辰的幸运 赐福强化之后 每一个部位的装备 都额外获得 三条强大的超额赐福属性 完成装备之后 张星辰全方面的属性 也迎来了一波 史无前例的巨大飞升 依旧是通过伤害 能最为直观地看出来 变化效果 换上实截者套装之后 张星辰的伤害 从6亿左右 直线飙升至15亿 提升效果达到25倍 毫不夸张 因为在此之前 张月装备的是 无双王者5级的幻式套装 这实截者套装 可是荣耀王者10级的装备 两者之间 足足相差15个等级 而且 这实截者套装 还是被定义为稀有装备 可以说 这套装备的价值 完全达到永恒世界 终极世界的巅峰 在终极世界之内 绝对找不到 比实截者套装更强的装备 除了伤害之外 实截者套装 还有一个效果 也很强 就是可以通过攻击 十几率掠夺敌人 15个小时的时间 这个效果 可以极大的提高 张星辰收获时间的能力 当然 以上的这些 还只是次要的收益 最主要的收益 莫过于那些已经完成 处于代替焦状态的 种族任务 等一会儿回到亡灵圣殿 在克迪亚身上提交任务 那才是真正奖励的大头 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 是种族声望的 获取途径太少了 种族声望 目前只能是通过 种族任务奖励来获取 局限性太大 张星辰多少次想着 如果杀怪就能获得 种族声望 那就好了 幻想终究归幻想 很快 张星辰回到了亡灵圣殿 正巧 墨雪也赶着一起 回到了亡灵圣殿 俩人在城外会面 然后一同找到克迪亚 当克迪亚看到张星辰 与诺雪归来之时 顿时喜出望外 不愧是我亡灵圣殿 第一护法 还有潜力最强的新人王啊 你们两个 可真是我亡灵圣殿的 核心支柱 对于二人 克迪亚赞不绝口 我是真的没想到 仅凭你们两个人 就为亡灵圣殿 解决了至少一半的危机 你们两个的能力 已经占据了 我亡灵圣殿的一半战力 这个时候 克迪亚不由万般庆幸 幸好当时自己听了诺雪的谏言 给了张星辰一次机会 这才能为亡灵圣殿 招募到如此一员大将 给张星辰机会 实际上也是给了自己一个机会 只待诺雪先行提交任务 张星辰也将列表中的 18个种族任务 依次提交 下一秒 连续十几条悦尔的提示 相继出现在张星辰耳边 丁恭喜你完成 B级上等种族任务 消灭巨兽 获得奖励经验值 加500亿 时间加1800年 以获得时间文章 加10节者套装增幅 此为300收益 获得种族声望300点 丁恭喜你完成 B级上等种族任务 抵御外席 获得奖励经验值 加500亿 时间加1800年 种族声望 加300 丁恭喜你完成 A级下等种族任务 清理门户 获得奖励经验值 加700亿 时间加2400年 种族声望 加420 丁 连续十几条系统提示 听得张星辰 一阵眼花缭乱 只待18条提示过去 收获所有的任务奖励之后 张星辰的头顶 不断洒落金光 当然 这并非玩家等级提升的象征 而是亡灵族身份 等级提升的象征 丁恭喜你升级为 终极一阶亡灵 获得加成全属性加3 丁恭喜你升级为 终极二阶亡灵 获得加成全属性加3 丁恭喜你升级为 终极三阶亡灵 获得加成全属性加3 丁 丁恭喜你从 终极亡灵突破 升级为高级亡灵 获得加成全属性加30 丁 顷刻间 张星辰的身份 便由一名中级零阶亡灵 晋升为高级七阶亡灵 其间 累计获得高达88全属性加成的效果 除此之外 张星辰也终于迎来了一波 最为显著的变化 晋升为高级亡灵之后 张星辰开始生长出血肉之躯 张星辰能够明显感觉到 全身上下产生一种剧烈的疼痛 在此之前 张星辰都是一副骷髅架子的形态 他是感觉不到任何痛楚的 现在 能够感觉到疼痛 意味着血肉正在慢慢生长 过程有些难以言喻 张星辰只觉得 好像有一万只虫子 在自己全身上下爬动 许久之后 一切回归正常 这一刻 张星辰感觉全身上下 一阵舒爽 无比愉悦 他打开身上的盔甲 伸出手来 赫然看到 映入眼帘的 已经不再是一个骷髅手臂 而是一个拥有着血肉与筋脉的正常人手臂 这一刻 张星辰内心无比的激动 终于 他终于回归到了正常人类的姿态 终于不用再当一个行走的骷髅架子 而且还能继续享有 亡灵族带来的增益 这种感觉 才是张星辰最想要的 第2824章 亡灵超度 虽然身穿全封壁式时装神甲 从外界看不出来什么变化 但曾经也是从这个阶段一步步走来的诺雪 通过张星辰的反应 也一下子明白了他所正在经历的变化 血肉重塑了吗 张星辰看了眼诺雪 也是第一次当着诺雪的面摘下了头盔 重新认识一下 你好 我叫张星辰 张星辰目光有神地看着诺雪 说道 看着眼前这张轮廓分明 干净帅气的脸庞 诺雪的第一反应 倒是愣了一下 经过这么一段时间的相处 诺雪也曾假想过张星辰的长相 显然是没想到 那笨重的铠甲之上 居然隐藏着这么好看的一张脸 张星辰本是个无趣的人 但不知道什么时候 在诺雪的面前 开始变得有趣怎么 被我帅气的脸庞给迷住了 诺雪忍不住白了张星辰一眼 你真自恋 但不得不说 你的确有几分自色 诺雪也伸出手来 说道我叫灵雪 认识这么久 这也是张星辰第一次听到诺雪的真名 起初 张星辰获取神甲的目的 是为了利用神甲的封闭性 来隐藏自己骷髅架子的形象 这种不用再遮遮掩掩 可以大胆地以面试人的感觉固然好 不过张星辰似乎也习惯了 神甲所带来的那种特殊的安全感 接下来 依旧是将神甲披在了身上 一样 还是那副神秘的模样 言归正传 除了种族身份等级的提升之外 张星辰在其他方面的收获 也是巨大 刚才连续提交的18个种族任务 所收获的经验值 其实已经足够张星辰 起码升个12级 但张星辰的等级 依然定格在荣耀王者10级 没有再继续提升 显然 正如林学所说 终极世界的最高等级上限 就是荣耀王者10级 在突破高级世界之前 等级永远只能定格在荣耀王者级 自身的等级 虽然已经达到了上限 不过 有两样东西 倒是还有不小的上升空间 那就是神火剑与神甲 通过在日常战斗中积攒的经验 张星辰将神火剑与神甲 从无双王者级升级到了荣耀王者10级 这两件时装的等级 最大不可超过装备者等级 意味着他们现在的等级 也已经达到了上限 两件时装 使得张星辰的输出 以及防御能力 都获得了比较大的提升 经过身份与时装的双重提升 张星辰的实力 继更换时节者套装之后 再次获得了一波巨大的提升 甚至无法估料 张星辰现在的伤害 已经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高度 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一项对于张星辰而言 那便是种族技能书 亡灵超度 亡灵族专属技能 品质白色 效果对尸体进行超度 十几率超度成功 可获得一点种族声望 备注同一具尸体 最多只能超度一次 超度成功可获得一点经验值 失败获得01经验值 升级需求0100 看到这个技能的效果时 张星辰的内心无比激动 在此之前 张星辰正想着 只能通过执行种族任务 来获取种族声望的办法 实在是太慢 他正想方设法 试图找到其他 可以更快获取种族声望的办法 没想到 办法这就自己送上门来了 这简直是饿了来馒头 困了来枕头啊 虽然超度可以获得的声望并不多 并且仅有10的几率超度成功 才可以获得一点声望 对于目前已经达到 7阶高级亡灵 升级需求已经高达 500点种族声望的张星辰来说 或许是有些微不足道 但是 这毕竟是技能品级最低的白色品质的效果 等后期技能等级提高 它的效果肯定会越来越强 张星辰发现 这个技能的升级模式跟杀戮差不多 都是通过发动这个技能来获得升级经验 而无法像其他技能一样 直接通过吞噬其他的技能输 来快速获取经验 如果后者可行 张星辰瞬间就能让这个亡灵超度技能 从白色升级到金色去 不过 升级难度越大 也证明这个技能的稀有程度与强度越高 张星辰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 拿着这个技能 去大肆收割一波种族声望了 一旁 看着张星辰已经达到荣耀王者十级的灵雪 开口说到接下来 你可以先把你的挑战完成了 张星辰点了点头 如果不是诺雪的提醒 张星辰压根想不到 通过双手合十超过十秒的这种特殊手势 才能够召唤出专属的挑战法阵 当张星辰双手合十超过十秒 眼见着前方一片空队之上 出现了七块石头的时候 不觉有些诧异 这也行 灵雪说到到达荣耀王者十级之后 系统没有任何的提醒 甚至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这就是永恒世界的终点 当初我们那批玩家也是这样 谁也不知道 怎么能够进入高级世界 这个手势 也是在许久之后 被人无意中发掘出来的 不得不说 绝 看向前方 那七块石头围成一圈 跟当初诺雪的专属法阵 一模一样 显然 这七块时间之石 也是用来开启时间之门 打开时光之城副本的关键 而只要张星辰 通关时光之城副本 就能通过挑战 获得进入高级世界的资格 这时 诺雪又接着对张星辰说道 你做好准备了吗 需要我帮你吗 应该是不用了 张星辰说道没事 我自己来 说吧 张星辰分别来到那七颗时间之石旁 通过触碰时间之石的方式 给时间之石传输时间 从而激活时间之门 开启专属副本 时光之城 这时 诺雪也突然来到一块时间之石旁 你之前帮我激活了时间之石 这个 当时我还给你的时间 说着 诺雪便伸手向着 其中一块时间之石触碰下去 第2825章 再战时光之城 等等 张星辰突然一声轻呼 制止了诺雪 诺雪正抬手 准备触碰时间之石的动作 戛然而止 转变看向张星辰 怎么了 我来 张星辰说道 你别动 我是 我有优惠 诺雪被张星辰一番话 说得一脸茫然啊 张星辰的却是 M 在时间文章的加持之下 张星辰拥有所有时间消耗降低50的buff 意味着原本需要1000年时间 才能激活的时间之石 到了张星辰手里 只需要500年就够了 所以 没必要为了让诺雪还一个人情 而白白浪费时间 叫开诺雪 张星辰轻身来到时间之石旁 伸手触碰时间之石 丁是否消耗1000年时间 激活时间之石 获得时间文章50减少效果 你仅需消耗500年时间 二话不说 张星辰当即消耗500年时间 激活了这颗时间之石 紧随其后 又相继来到其他的时间之石旁 依次将所有的时间之石 全部激活 总计消耗3500年时间 对于身拥3万多年时间的张星辰来说 或许微不足道 但如果换作其他的 一名普通玩家 绝对超过99999以上的人 都没有足够的资本 用来开启时光之城 因为正常 七颗石坚之石的 开启消耗为7000年时间 纵观世界 现阶段能够拥有3000年以上时间的玩家 只怕都是屈指可数 极大多数的玩家 都只有几百上千年的时间而已 而张星辰之所以能拥有数以万计的时间 也是因为实力雄厚 但 能够拥有张星辰这般雄厚实力的 又有几人 随着七颗石坚之石 全部被激活 哗啦 从那七颗石坚之石内 射出七道荧光 汇聚到空中 形成一道巨大的金色光幕 跟上一次帮诺雪激活 时光之城的时候 一模一样 这 就是时光之城的副本入口 丁恭喜你以激活专属副本 时光之城 请攻破副本 即可获得进入高级世界的资格 可单人执行 亦可寻求队友帮助 最多只能 请求队友三次援助 之前帮助诺雪刷这个时光之城的时候 由于他的副本 已经被人下了诅咒 导致难度加大十倍 而张星辰又跟他组队 使得副本难度再次加大 拥有十几倍难度的时光之城 都被张星辰打通了 现在 还怕这个只有一倍基础难度的时光之城 于是 张星辰果断选择了单人进入 而诺雪 则是静静 驻守在副本外 纵然清楚 以张星辰的实力 区区一个没有任何难度变动的时光之城 根本难不倒他 不过 诺雪依然还是默默为张星辰 祈祷了一番祝你成功 哗啦 张星辰踏入时光之城入口后 视线一转 出现在一座宏伟的城池之内 放眼望去 四面八方坐落着一座座高楼大厦 街道之上 一眼望不尽的繁华 整座城市 充满了科技感 与现代化的气息 这一幕 与张星辰之前 帮诺雪打时光之城时的场景 一模一样 如此看来 每个玩家到达荣耀王者十级之后 所面临的挑战副本布局 应该都是一样的 正当此时 一道系统提示 从天而降 传落张星辰耳边 丁欢迎来到特殊副本 时光之城 第一阶段挑战已开始 请在限定时间之内 杀死所有时间守卫 完成挑战 随着系统提示落下 四面八方 一阵躁动传来 放眼望去 只见了四周 一个个身披白色铠甲的卫兵 手持长矛 向着这边靠劲来 果然跟之前一样 时光之城的挑战 根据难度逐步递增 分为五个阶段 而当时张星辰跟诺雪 进入时光之城时 所面临的第一阶段挑战 就是对付这些时间守卫 他们只是荣耀王者一级的怪物 但是数量上 显然没有当时张星辰 帮诺雪打这个副本的时候多 难度是肉眼可见的 降低了很多 甚至 周围只能零零散散地 看见几个时间守卫 张星辰拔起神火箭 来试试看 荣耀王者及神火箭 结合荣耀王者及时节者套装 以及高级亡灵的综合威力吧 说着 张星辰故意等待那些时间守卫 靠近过来 当即 发动神级天赋 时间掌控 哗啦 一道银色的光拨顺着张星辰脚下 向着四周绽放而出 以极快的速度 从周围那群时间守卫体内 贯穿过 请客间 所有被流光处碰到的时间守卫 全都定格在了原地 一动不动 这一刻 时间静止 张星辰紧接着手起箭落 箭气绝 哗 又一道强力的箭气 从周身那些被定住的时间守卫身上 贯穿而过 下一刻 一大片血红色的伤害 出现在那些时间守卫头顶 253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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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星辰有些震惊 之前单纯装备了时节者套装之后的输出 在16亿左右 而现在 仅仅是将种族等级升到7阶高级亡灵 以及将神火箭升级到荣耀王者10级 伤害就能获得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提升效果 简直是有些出乎张星辰的意料 25亿的伤害 用来对付仅有2亿血量的时间守卫 属实是有点大才小用了 而张星辰在此之前 还用了一手时间掌控天赋 也属实多余 对付这种低级的怪物 压根就不需要禁锢时间 张星辰也只是为了试一试 时间掌控这个天赋的实战效果 事实证明 这个天赋的群控能力的确很强 暂且用不上 或许在将来 进入高级世界 遇到更为高级的敌人时 能够在战斗中 帮助到张星辰大忙 在杀死那群时间守卫之后 看着一地的尸体 张星辰似乎突然间想起了什么 便来到那些时间守卫的尸体旁 开始施展种族技能 亡灵超度 丁亡灵超度成功 种族声望加一 技能经验加一 张星辰微感惊喜 一发入魂 第2826章 绿色亡灵超度 白色品质亡灵超度 可以对怪物尸体使用 每次有识的几率超度成功 可获得一点种族声望 想不到 居然一发入魂 第一次使用亡灵超度 就成功了 只见得在张星辰完成超度之后 眼前的一名时间守卫 尸体逐渐幻化成一阵星光飘散 而张星辰 则是收获到一点种族声望 并且为亡灵超度这个技能 积累了一点经验值 紧接着 张星辰又如法炮制 对地上的其他时间守卫的尸体 进行亡灵超度 事实证明 前面这次真就是运气好 石的概率并不高 总共击杀13名时间守卫 将他们的尸体全部超度 也仅仅只是成功了两次 收获两点声望 另外获得31点的经验 成功可获得一点经验 超度失败 也是可以获得零妖经验的 虽然少 不过也聊胜于无 毕竟这两点声望 可以说是白嫖的 以前没有亡灵超度这个技能 张星辰也没法通过杀怪 来获取种族声望 解决掉眼下这片区域内的时间守卫之后 张星辰便继续开始狩猎周围其他的目标 第一阶段的挑战 就是杀死地图内所有的时间守卫 由于难度相对于上一次攻略 时光之城副本的时候 大幅度降低 所以这次的挑战 对于张星辰而言 简直不要太轻松 整个领域内的时间守卫数量并不很多 而且 他们的行动比较零散 并没有扎堆 给玩家带来巨大压力 并没有费多大功夫 张星辰便杀光了所有的时间守卫 直接来到第二阶段挑战 所面临的对手 从荣耀王者一级的时间守卫 升级到荣耀王者三级的时间之魔 等级一下提高了二级 但对于张星辰而言 依然没有一点难度 三下五除二 将第二阶段内所有的时间之魔全部解决 紧接着来到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 到了后面 逐步开始遇到首领怪 Boss 张星辰杀他们 如同切菜 每次的击杀 都使用亡灵超度 对他们的尸体进行超度 张星辰发现 对首领怪与Boss 使用亡灵超度的时候 收益率远高于普通怪 时的几率不变 当张星辰对首领怪超度成功时 可以直接获得十点声望 与十点经验值 而即使超度失败 也可以获得一点经验值 相对于超度普通怪 收益直接提高十倍 至于Boss 超度成功的收益 是多少暂未可知 因为张星辰暂时 还没有成功超度过Boss 不过超度失败的话 也能直接获得十点经验值 足足十点经验值 正常的话 起码也得成功超度 十头普通怪 才能有这个收获 失败超度 就得一百次了 按照失败的收益来计算 不出意外的话 Boss的成功超度收益 应该是首领怪的十倍 也就是一百点声望 一百点经验值 普通怪到首领怪到Boss 都是呈现十倍递增的收益率 目前白色品质的亡灵超度 升级难度比较低 只需要一百点经验 就可以升级 通过不断的超度 积累经验 尤其是到了第三第四阶段 频繁出现首领怪与Boss 收益率呈现十倍 百倍提升的时候 经验的上涨速度 也就直线飙升 很快 就挤满了一百点经验 系统悦耳的提示 也是在耳边响起 丁恭喜你的种族技能 亡灵超度品质 由白色提升为绿色 技能效果已获得提升 张星辰迫切地打开技能列表 查看了一下技能效果 亡灵超度 亡灵足专属技能 品质绿色 效果对尸体进行超度 二十几率超度成功 可获得一点种族声望 备注同一具尸体 最多只能超度一次 超度成功可获得一点经验值 失败获得零妖经验值 升级需求0500 从白色到绿色后 其他的没什么变化 主要就是成功几率从10 变成了20 神旺 经验的收益 也还是跟之前一样 而升级经验需求 却是呈现5倍增长 从100点涨到了500点 当然 其实增幅并没有这么夸张 因为随着技能的成功几率 获得提升 在原来时的基础上 上升到20 意味着成功率直接翻倍 那么 经验的收益率 也将直接翻倍 所以 现在的500点经验 实际上也就相当于 之前白色品质时的 250点经验 5倍的增幅 有点令人难以接受 不过 25倍的增幅 倒是在情理之中 毕竟成功率越高 不仅仅只是会带来 越高的经验收益 对于声望的收集效果 也会大幅度提升 通过将亡灵超度 从白色升级到绿色的 这个过程 张星辰也从中收获了 50多点种族声望 虽然不多 但 毕竟是在日常的 杀怪战斗中所得 不必额外地花费心思 可以理解为 白嫖了 白嫖的种族声望 那还是很香的 目前 是亡灵超度这个技能的品级不高 等后面品质更高 超度的成功几率也越高的时候 这个技能的效果 才能更好地发挥出来 很快 张星辰攻破了第四阶段挑战 来到了第五阶段 相对于第四阶段来说 第五阶段的挑战 难度再次大幅度增加 但在张星辰眼里 却反而是降低了难度 之前帮助诺雪 攻略这个时光之城副本时 挑战了最大难度 现在这正常的副本难度 在张星辰眼里 完全就是小儿客 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 张星辰便打通了整个第五阶段 按照之前的经历 第五阶段结束后 还得解决一个 终极boss时间之神 本以为可以再刷一次 那个精明boss 然而 结果却是让张星辰有些失望 因为对手虽然的确是 荣耀王者十级的boss时间之神 但却并非是金色ID 而是正常的红色ID 并且 还是重度虚弱状态下的时间之神 第2827章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对于周边极度逼真的游戏景象 除了张艺之外 同一节车厢内 其他的几十个玩家 纷纷扒在窗户上 满眼兴奋与激动地看着 外面那些生化蜘蛛 振振感叹 玩家A这虚拟度好高 太强大了吧 这个游戏 玩家B是啊 简直跟现实世界一模一样 花一万块钱买这个游戏头盔 真值了 玩家C 你们都不怕吗 好可怕呀 感觉 玩家B怕个毛 游戏而已 默默听着众玩家的议论 张艺摇了摇头 这些人还没发现 现在的世界 已经不是一个游戏这么简单了 记忆中 天启的首个生存任务 貌似是寻找安全区 随手打开任务界面 果然如此 本周你的生存任务 寻找安全区 背景一族入侵地球 兽族强化崛起 地球迎来末日危机 任务说明 请根据小地图指引 找到第八区 第886号安全区希望小镇 在希望小镇中 你的安全将会得到极大的保障 W M 任务剩余时间 三小时58分钟 任务奖励复活机会加1 失败惩罚死亡 若有复活机会 可以抵免死亡 天启世界两大生存守则 一时刻保证 身上有一次以上复活机会 在没有复活机会的情况下 不要冒险 因为 有复活机会的情况下 死亡可以复活 没有复活机会的话 死了就是真的死了 上一世的张义 就是因为在对战黑暗龙皇 伊古诺之前 用完了复活机会 导致被牧尘一击致命 没有回旋之地 二 完成系统每个星期发布的生存任务 天启这款游戏 玩家的主线 就是围绕生存任务展开 系统会在每个星期一 为所有玩家 发布统一的生存任务 玩家在一个星期之内完成生存任务 就可以获得复活机会的奖励 没有完成任务 则扣除一次复活机会 在没有复活机会的情况下 没有按时完成生存任务 玩家就会遭到系统的抹杀 玩家每周生存任务 分为普通 精英 噩梦三个等级 随着每次完成任务等级提升 每周必须完成所有的三个任务 才能确保安全 同时可以累积 获得复活机会加三次的奖励 因为今天是星期天 而且是开服第一天 所以这周的生存任务 直接被提升到噩梦级 不会再升级 关闭任务界面 属性界面出现在张义面前 伊诺清城 等级一 职业未拥有 种族人族 复活次数一 可累积 最高不能超过五次 天赋神级强化 力量三成长十五星 影响物攻 即一点力量等于十五物攻 智力三成长十五星 耐力两成长十五星 敏捷三成长十五星 影响速度 暴击 体力五成长十五星 影响生命值 能量值 即一点体力等于十五点生命值 七十五能量值 物理攻击力五 物理防御力三 魔法防御力三 生命值七十五 能量值三十八 经验值 零一零零零 生活技能初级探查数 可查看等级不高于自身三级以上怪物的属性 消耗一点能量值 特殊状态 龙族血统 LVE 描述刚刚踏入天气世界的新人 对什么都充满了好奇 在转职之前 玩家的五项属性 初始成长多为十星 而张义则是因为得到龙族血统的全属性成长加五星的被动加成 使其开局就比别人多了一半的属性成长 相当于都是新人 张义现在比别的玩家属性高出一半 空间背包里 除了系统赠送的十个能够恢复五十点生命值的一级红药水之外 就只有一把新手搭建了 新手剑 品质一新 物理攻击力 加三 职业限制无 等级需求零 描述适合新人使用的武器 虽然没有太大的伤害 却是能让你避免与外面那些猙獰的怪物 赤手搏动 可惜在身上目前还没有强化时的情况下 张义也发挥不了神机强化的能力 看看时间 晚上八点零三分 在十二点之前 不能进入安全区的话 就要白白浪费系统给每个玩家赠送的一次初始复活机会了 已经经历过一次的张义 自然知道 想要进入安全区 可并没有那么容易 否则这个生存任务的难度 也不会直接归为噩梦级了 而这时 随着游戏正式开始 车厢里已经有玩家按耐不住 抄着大剑从车窗跳下去砍怪了 视线之中 只见的一个顶着黄毛的年轻人 手当其冲地从火车里跑出去 大大咧咧 无所畏惧地就抄着大剑 向着不远处 一只正在啃食一头动物尸体的大蜘蛛靠近过去 不一会儿 一声惨叫 遭到那只三级大蜘蛛反击的黄毛 当场去世 将手里系统赠送的新手件给爆了出来 尸体则是化作一道白光 重新回到了车厢里 在抵达安全区之前 车厢就是作为张义这群玩家的复活点 我靠 消耗掉一次复活机会 重新回到车厢里的黄毛 一阵目瞪口呆道 这大蜘蛛咋这么刁 话音刚落 车厢里另外一个中年男性玩家 指着刚才杀死黄毛的那只蜘蛛 说到周围那么多一级的蜘蛛你不打 你干嘛偏偏要去打那只三级的 黄毛愣了一下 这才发现 那只蜘蛛头顶的红色ID标识 LV3生化蜘蛛我日 我没看 不怕 游戏而已 反正都是一级 死了也没啥损失 大不了再来 说完 那个黄毛青年又翻窗户跳了出去 而这时 车厢里其他的玩家 也纷纷怀着激动的心情 踢着大剑冲出了车厢 向着前面那些一级的生化蜘蛛 冲了过去 唯有张艺 没有急着离开车厢 而是在一个车窗旁边 取下了一把安全锤 只当安全锤落入张艺手中时 瞬间幻化成了一柄黑色的大铁锤 丁尼获得了装备粗糙的铁锤 看了看手中 这把附加五点攻击力的铁锤 张艺面露一个欣慰的笑容 虽然与新手剑同为一新装备 这一级的铁锤 却是比零级新手剑 高出两点攻击力 在前期 两点攻击力 可是不容小觑的差距